第一章 传承小寡妇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10点25分 前任战部统领叶兰州女士 在家中寿终正寝 享年103岁 叶女士无子女 百年医学施加叶氏 从此后继无人 小贱人 别给老娘装死 今天你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兰州 奶奶也是为你好 你这年纪轻轻的守寡 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那李富贵虽然傻了点 可她会干活啊 你嫁过去 吃喝不愁 总比守着这一窝穷崽子强骂 男男女女的吵闹声 小孩子的哭喊声 吵得人恼人子疼 叶兰州不耐烦地想 她都已经死了 那帮子人渣还不让她消停 她烦躁地抬手一拍 蹭得一下坐起身 立声呵斥 闭嘴 哭声一顿 四个大点的孩子张着嘴巴 惊恶地看着叶兰州 塞帮子上的泪珠 咕噜噜往下滚 两个小的经不住下 哭得更尖锐了 拍地的动作挺用力 叶兰州疼得嘶了一声 这才感觉到不对劲 她不是死了吗 怎么还会疼 叶兰州眨了眨眼睛 眼前的景象渐渐清晰起来 黄泥墙壁斑驳剥落 只呼得窗格子木栅断了好几根 墙角竖着一架木柜 几十块大大小小不规则形状的破木片 拼凑而成 歪歪扭扭 要不是靠着墙角 估计都站不住 桌子没记斑斑 两条长凳 几个小板凳 黑乎乎脏兮兮的 抬头往上看 人字形的房顶 好几个碗口大的破洞 滴滴答答滴露着水 端蒂市家徒四壁 一贫如洗 娘 你醒了 最大的孩子 首先欢呼起来 夜兰州一哆嗦 顺着声音看过去 只见四个棚头垢面 面黄激瘦的孩子排排站 大眼睛咕噜噜地盯着他 最大的两个孩子怀里 还各抱着一个小的 娘醒了 她好了 娘你终于醒了 娘 你吓死我们了 孩子们叫一声 夜兰州就哆嗦一下 指着自己的鼻子 一脸猛逼地问 你们 叫我 一个干瘪枯瘦的老婆子 扑上来 一把扯住夜兰州的手臂 皱巴巴的脸上 满是宁笑 行了 那正好 跟我回去 李嘉 明天就来迎娶你了 黑胖壮实的中年妇人 黑黑怪笑 寡妇在嫁 李嘉当你是黄花大闺女迎娶 兰州 这可是你的福气 你可别不知好歹 夜兰州一愣 迎娶 寡妇在嫁 她明明在家中寿终正寝 怎么一睁开眼 却躺在破屋泥地上 还被一群孩子围着叫娘 难道 103岁高龄的她 赶了一波时髦 穿越了 一阵剧烈的头痛 突然袭来 思 夜兰州捂着脑袋抽冷气 一段不属于自己的记忆 快速涌入脑海 这里是东黎国 景汉十五年 原主也叫夜兰州 清河县长陵镇叶家村人士 刚满十五岁 自幼丧母 体弱多病 夜兰州的父亲是郎中 十天前进山采药 不慎跌落百丈悬崖 尸骨无存 祖母夜王氏 二叔夜住 二婶夜章氏 嫌弃夜兰州奸不能担 手不能提 又要常年吃药 不愿意养他 于是收了一麻袋红薯 和两只风干野鸡的彩礼 将他嫁给村东头的猎虎江阿大 江阿大是一年前逃荒来到夜家村的 带着六个孩子 最大的十岁 最小的还没满月 然而三天前江阿大被毒蛇咬伤 不治身亡 今天一大早 夜王氏带着儿媳妇 强闯进来要带走夜兰州 说是又给他找了人家 李家村的傻子李富贵 明天就要过门 拉拉扯扯间 圆主一跤摔倒 脑袋磕在门框上 弃绝身亡 理清背景之后 夜兰州哭笑不得 穿成父母双亡的孤儿也就算了 还是个病秧子 被坏心眼的奶奶书绳给卖了 过门三天成了寡妇 丈夫尸骨未寒 又被逼嫁给傻子 还能更凄惨点吗 夜兰州来不及感慨人生的 大起大落落落落落 就被孩子们团团围住了 娘 你不要丢下我们 娘 妹妹尿湿了 可是家里已经没有干衣服了 怎么办 娘 弟弟身上好烫 是不是生病了 怎么办 弟弟会不会死 娘 我怕 几个孩子黑乎乎的小手 拉着夜兰州又摇又扯 急急扎扎 宛如掉进麻雀窝 二审夜章士一把将面前的孩子推开老远 插腰大骂 小畜生 瞎嚷嚷啥 滚一边去 夜王士张开枯瘦如鸡爪的手去抓夜兰州 小贱人 跟我走 夜兰州太阳穴直突突 根本没时间消化他穿越的事实 只能先打起精神 应付眼下混乱的局面 他扶着门框站稳 虚弱的身子有些摇晃 闷咳了几声 有气无力的开口 我已经嫁给江阿大 不再是夜家人 以后的日子不用你们操心 夜王士一听 眉毛倒数 唾沫横飞的大骂 放屁 你是我孙女 你爹娘死了 你就得听我的 我让你嫁给谁 你就得嫁给谁 夜兰州冷笑 你收江阿大彩礼时可不是这么说的 为了防止江阿大发现 夜兰州是个病秧子而退货 夜王士红口白牙当场说明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以后夜兰州就是将家人 跟夜家再没关系 夜王士为人刻薄 哪讲什么人情道义 江阿大一死 夜兰州在嫁 他还能收一笔彩礼 夜王士老眼凶光毕露 伸手就去揪夜兰州的头发 嘴里骂骂咧咧 小建人 今天你就是说破大天 也得跟我回去 李富贵你嫁定了 夜兰州眉头微醋 眼神一冷 前世身为战部统领 王牌军医 指挥上百次大大小小的战役 又是百年医学世家的掌门人 无形中自有一股子威严大气 夜王士对上夜兰州的眼睛 没来由的心头一须 手顿了一下 奇怪 这病秧子以前一向懦弱 怎么今天如此强硬 然而想到李家给的一袋麦子 夜王士呸了一声 又去拉扯夜兰州 夜兰州不动声色 侧身一躲 用身体挡住夜王士的手 扣住他的手腕 十巧劲一拟 嗷一嗓子惨叫 夜王士捂住手腕 疼得直跳脚 你你你个小贱人 你敢打我 夜张识一听 尖叫着扑上去帮忙 夜王士吃不住痛 跳着脚大叫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快 快去请忙中 夜张识只好丢下夜兰州 扶夜王士回家 夜王士咬着后槽牙 恨恨地丢下一句 小贱人 你给我等着 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第二章 暴躁少年 第二章 暴躁少年打发走两个老的 小的立即哭哭啼啼地围上来 娘 那些坏人还会来的 怎么办 娘 你不要改嫁 你不要丢下我吗 娘 前世夜兰州声名显赫 地位超然 受人敬重 却先天缺陷 不孕不遇 婚姻失败 暴汗而死 没想到一朝穿越 名声地位都没了 却多了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夜兰州无语望天 四啊 老天爷这补偿方式 未免激烈过头了吧 看看可怜巴巴的孩子们 他只能叹口气 先收拾场面再说吧 把最小的女娃尿布换掉 用被子包着 给发烧的孩子诊治 烧得不厉害 可以先物理降温观察一下 刚忙活完 一个也就四五岁的孩子 哭哭啼啼地喊饿 闹着要吃东西 大得劝不住 红着眼睛 抽抽搭搭地看着夜兰州 夜兰州的太阳穴 秃得更厉害了 在破破烂烂的家里翻腾一遍 只找到几个发霉的红薯 夜兰州不禁在心里安骂 王老婆子真是够缺德的 明知道江阿大穷困潦倒 还坑他不知情 把个病秧子架过来 给他雪上加霜 夜兰州把红薯发霉的部分消掉 想煮熟给孩子们吃 却不会生火 大郎 照顾好弟弟妹妹 二郎 过来生火 二郎跑过来 熟练地生火 往锅里添水 娘 你坐 烤烤火 暖和暖和 二郎冻得脸蛋通红 搓着满是冻窗的小手 嘶嘶哈哈地发抖 却把灶门让给夜兰州 夜兰州看着比灶台高不了多少的孩子 心里堵得慌 要不是他穿越过来 这六个孩子 可怎么办 夜兰州拉着二郎一起坐下 握住他冰冷的小手 柔声道 你也坐 二郎一愣 瘦骨凌寻的小脸上 一双大的吓人的眼睛 忽闪两下 泪水全涌出 一把抱住夜兰州 扑进他怀里 娘 你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 对不对 跌死了 娘才刚进门三天 村里几个老婆子都说 娘肯定会扔下他们几个改嫁的 夜兰州轻轻抹扎着二郎的后脑勺 轻柔又坚定地沉默 不会 你放心 真的 二郎抬起脸 泪水连连地看着他 火光映着泪光 闪着钻石般晶莹的光泽 夜兰州微笑着摇了摇头 二郎欢呼一声 撞着胆子抱着夜兰州的手臂 脑袋靠在他肩膀上撒娇 夜兰州从来没被孩子如此依恋过 心中怦然一颤 暖流鼓鼓 前世无子无女 是他毕生唯一的遗憾 既然老天爷让他来到一世当娘 这活 他接了 煮好红薯 给几个孩子分着吃 夜兰州叫过大郎 问些孩子们的情况 江阿大是个操汉子 空有一身戾气 目不时钉 没给孩子们起名字 就按排行叫 夜兰州给孩子们取了名字 按照出生季节 大郎十岁 叫忍东 二郎九岁 叫半夏 三郎七岁 叫东青 四郎三岁 叫麦东 五郎两岁半 叫秋葵 妖妹刚满周岁 叫秋桑 孩子们欢呼雀跃 小脸通红 有娘 有名字 仿佛动恶都不那么难熬了 夜兰州忙活这么久 体力不支 气喘吁吁 他不禁皱了皱眉 暗暗吐槽 这句身体太过病弱 等天晴了 得猜点药 好好调理一下 午后 五郎高烧惊绝 两眼紧闭 小脸通红 不用要是不行了 大郎二郎急得直掉泪 眼巴巴地瞧着夜兰州 等他拿主意 阴风冷雨 从窗子的破洞倒灌进来 寒意直往骨子里逼 夜兰州打了个哆嗦 吩咐大郎二郎 照顾好弟弟妹妹 他背起背篓 圆主的身体实在太过虚弱 夜兰州身一脚浅一脚 足足走了半个时辰才进山 按照记忆中的路线 来到长着草药的山坡 淋了半天雨 头晕目眩 浑身发抖 腿脚发软 随时都有可能栽下去 夜兰州咬着舌尖 用刺痛感逼自己打起精神 如果找不到药 五郎绝对挺不过今晚 他屏息凝视 伏地身子 在一片茂密的杂草中 努力辨认可以用于退烧的药草 忽然 有哀哀嗷嗷的叫声传来 夜兰州顺着声音望去 只见一大片杂草被压倒 滚出一道明显的印子 有人从山坡上滚下来 他娘的 死 一道满含痛苦的叫骂 夜兰州不假思索地 踩着野草走过去 查看那人的伤势 那是个少年 最多不过二十岁模样 浑身湿透 头发结成一柳一柳的 呼得满脸都是 满身泥漬草屑 要多狼狈 有多狼狈 看见有人过来 少年抹了八脸 扑扑扑地吐出一嘴泥水草叶子 挑着眼尾 上下打亮夜兰州 面黄鸡兽 活像颗干瘪豆芽 眼睛倒是又黑又亮 还算有些神采 夜兰州也在打亮他 龙立的剑眉阴气十足 睡凤眼半开半合 下垂的眼尾 自带一股子慵懒 鼻梁挺直 微薄的唇瓣红润精致 是个很好看的少年狼 看什么看 再看大爷 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少年凶狠地瞪着夜兰州 睡凤眼里的威慑力 还不如他手里 抓着的那条金线白花蛇 夜兰州吃得一声笑了 你把那条蛇给我 我救救你 少年轻蔑地讥笑 你射什么动线 老子用得着你救 夜兰州也不跟他抬杠 往树干上一靠 抄着两手 一脸淡定 看什么看 少年暴躁地大叫 等你死了 我拿了蛇就走 夜兰州的语气 云淡风轻 你 少年哽了哽 却一直坐着没动弹 夜兰州没搭理他 在草丛里翻翻找找 毫了一把草药 塞进嘴里嚼碎 我是大夫 他直指少年的脚踝 被泥水草浆 染得处处斑驳的袜子 还能看出血迹在缓缓扩大 被金线白花蛇咬伤 要是没有解药 不出一个时辰 全村都得去你家吃饭 少年一噎 哑口无言 夜兰州蹲下身子 把他的绑腿解开 袜子往下撸 露出伤口 少年凶巴巴地瞪着他 一脸不情愿 夜兰州一边服药 一边小声嘟弄 这谁家熊孩子 一点礼貌都没有 欠收拾 你说谁熊孩子 谁没礼貌 谁欠收拾 少年气得心口疼 磨着后槽牙呛声 夜兰州似笑非笑地瞟他一眼 将手里剩下的药草扔给他 自个儿嚼巴嚼巴咽了 有点苦 忍着点 少年气笑了 男子汉大丈夫 怕苦 啊 他将药草一股脑塞进嘴里 恶狠狠地盯着夜兰州 用力咀嚼 下一秒 俊气的五官皱成一团 咳咳咳 夜兰州没忍住 肆无忌惮地 哈哈大笑 脸疼不 你 你给我等着 少年两手撑着地响站起来 但蛇毒发作 浑身发麻 用不上力气 夜兰州从他手里 拽过已经死透了的金线白花蛇 往背楼里一丢 转身就走 哎 你 少年叫了一声 心头有些别扭 他居然就这么走了 不管他了 夜兰州朝后摆了摆手 最多半个时辰你就没事了 我还要去采药 先走了 少年目瞪口呆 直到夜兰州的身影消失 他才猛地打了个哆嗦 回过神来 死 又冷 又痛 又妈 又痒 那女人给他吃了什么玩意儿 到底管不管用 他往后一倒 四仰八叉地躺着 好跟草在嘴里叼着 百无聊赖 老头子病重 寨子里的郎中治不了 如今形势危急 又不能下山请大夫 他只好亲自到山里来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挖颗灵芝人参什么的 不料灵芝人参没挖着 反而被毒蛇咬伤 眼皮子越来越沉 失去意识前少年爹屈的都农 娘的 忘了问他叫什么了 这要是被他给致死 做了鬼都不知道该找谁寻仇去 第三章 发现随身空间 第三章发现随身空间 叶兰洲找了半天 药草是找到不少 但何用的几乎没有 他筋疲力尽 腿一软跌坐在地上 索性往后一躺 闭上眼 抹一把满脸的雨水 虚弱的身子控制不住的色色发抖 真怀念前世的红木大床鹅绒被啊 要是能再来上一碗热乎乎甜丝丝的红枣银耳羹 那就更棒了 叶兰洲咕咚吞了下口水 下意识耸了耸鼻子 似乎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红枣香 睁眼一看 居然又回到了前世的家里 餐桌上是他试试当天早上喝的银耳红枣粥 还冒着热气 叶兰洲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眨了又眨 揉了又揉 甚至掐了一把大腿 死 痛 真的 他又回来了 出于医生的职业习惯 叶兰洲没先去喝粥 而是快步走到卫生间 用消毒液洗手 一照镜子 他不禁傻眼了 镜子里的人五官小巧 算得上清秀 只是瘦得脱了形 头发乱蓬蓬的 穿着一件补丁落补丁的破棉袄 慈奥 他穿越了 又稀里糊涂的 带着穿越的身体 回到前世的家中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随身空间 叶兰洲不敢耽搁 拿上退烧药 立即离开空间 往小破屋赶 到家十天已经黑透了 叶兰洲赶紧给五郎喂药 又冲了板栏根颗粒 给几个孩子美人一碗 肚子咕噜噜只想 叶兰洲才想起来 光顾着找药了 竟然忘了弄点湿的 他忙去个空子进了空间 拿了四颗鸡蛋 一桶挂面 正要出来 忽然想起不对劲 挂面不是这个时代该有的东西 而且家徒四壁 乍然拿鸡蛋出来 孩子们肯定会怀疑 算了 还是再熬两天苦日子吧 等他想的法子 多少赚点钱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改善生活了 叶兰洲捡了小半筐土豆拿出去 说是采药石挖到的 煮熟了跟孩子们分着吃 孩子们倒也没起疑心 到春寒时节 阴雨绵绵 桌椅发霉 被入潮湿 冷意直往骨子里逼 叶兰洲躺在床上 大郎抱着五郎 二郎抱着妖妹 眼巴巴地守在床边 叶兰洲心里酸溜溜地 叫孩子们一起睡 孩子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大眼睛里流露出渴望 却不敢动他 四郎手脚并用爬上去 大郎抓住后脖领子 把他往下拉 麦东乖 娘身体不好 让娘睡 叫三哥抱着你 我冷 三岁的麦东 可怜巴巴地 抽着两汪大鼻涕 叶兰洲掀开被子 把四郎抱上来 对几个孩子说 你们也上来 我一个人睡不热 咱们围在一起 还暖和些 大郎舔了舔嘴唇 犹豫了下 这才把小的放在床上 脱掉鞋子 小心翼翼地坐过去 这一晚 孩子们依偎着叶兰洲 盖着一条潮湿的被子 已叫到天亮 等孩子们睡着了 叶兰洲去空间里 拿出干燥松软的被子 亲手亲脚地给他们盖上 叶兰洲睡不着 听着稀里里的雨声 想着线下 神奇又苦逼的遭遇 哭笑不得 还能怎么办 既来之 则安之呗 叶王是不会善罢甘休 明天他们还会来闹 得想个办法 让他们死了这条心 天亮后 雨停了 久违地太阳露出笑脸 五郎稍退了 但精神还是不好 哼哼唧唧地闹人 妖媚又尿床了 大郎二郎 把义务被子拿出来晒上 三郎左手拎着一个破铜盆 右手拎着赶面杖 跑到村口大槐树下张望 远远地看见叶家人 往东头过来 三郎撒腿就往西跑 边跑边大叫 杀人了 逼寡妇改嫁了 老娼妇丧天良悠 不让人活了 一家子黑心贼 欺负孤儿寡母悠 铜盆敲得当当响 小孩子声音又煎又脆 穿透力很强 不一会儿 老少爷们 姑娘媳妇都跑出来看热闹 夜王室一看 顿时着急上火 跺跺脚脚朝两个孙子吆喝 愣着干啥 还不赶紧抓住他 三郎转身就往回跑 吃瓜群众们也跟着往东头涌 叶章是拉拉夜王室的衣袖 压低声音叫道 娘 这可咋办 夜王室看了眼 掉在脖子里的右手 磨着厚槽牙 胸狠地道 啥咋办 咱们那么多人 还怕他一个病秧子 几十耗子人呼啦啦涌 到村东头的小破屋前 篱笆门都被挤歪了 夜兰州并歪歪地倚着门 坑坑咔咔地咳个不停 几个孩子抱着他的腿 哭声震天响 二郎一把鼻涕一把泪 娘 你要是走了 我们可怎么办 五郎还发着烧 妖妹才刚满周岁 我们可怎么火啊 大郎朝着乡亲们哭道 我爹尸骨未寒 他们就逼我娘改嫁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孩子们哭得可怜 乡亲们都是有家有小的 大部分都动了恻隐之心 有几个跟夜王室 不对付的老婆子 纷纷指责起来 老话说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她既然嫁给江阿大 那就不再是夜家人 她自己不愿意改嫁 谁也不能逼她 就是 哪有前脚刚死了男人 后脚就逼寡妇改嫁的 也不怕遭天谴 夜王室恼羞成目 跳脚大骂 我们家的事 轮得到你们指手画脚 滚 都给我滚 别添乱 路不平 众人才 干这等丧良心的事 死老婆子 你也不怕遭天谴 夜王室屡袖子就要动手 夜张室连忙拉住她 使了个眼色 娘 李家晌午就来要人了 赶紧把那小剑人带回去 才是正事 夜王室一拍大腿 立即转身朝夜兰州走去 几个孩子站成一排 挡在夜兰州面前 小脸上挂满类 虽然害怕 但没一个退缩的 不许你们抓我娘 走 你们都给我走 夜王室宁笑着用力一推 将四郎摔了个屁股蹲 这下顿时犯了重怒 大伙纷纷指责夜王室 狠心肠没人性 屡袖子的屡袖子 上前的上前 虽然没动手 但那意思很明显 不会袖手旁观 这时 人群中忽然爆出一声 组长来了 大家让出一条道来 组长走到中间 颇有威严的扫尸一圈 孩子们哭哭啼啼地央求 组长 你救救我娘 救救我们 组长 求求你 不要让他们比我娘改嫁 我们已经没了爹 不能再没有娘了 夜王室一看组长来了 一张老脸刷得沉了 乡亲们纷纷说情 说这孤儿寡母的多可怜 夜王室一家欺人太甚 把个病秧子卖了一回不够 还要卖第二回 组长抬抬手 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走到夜兰州面前 问道 江夜市 你可愿改嫁 第004章 豆芽菜 我们又见面了 第004章豆芽菜 我们又见面了 夜兰州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江夜市 就是他如今的性命 他摇着头 还没开口 眼圈就红了 嗓音哽咽 颤得厉害 这不争气的身体 太掉链子了 我既然嫁给阿大 就是阿大的媳妇 阿大走了 撇下六个孩子 再难再苦 我总要把孩子们拉扯大 否则我怎么对得起阿大 老少爷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夸他是个好媳妇 江阿大全下有知 也能安息了 族长欣慰地点头 既然侍主不愿改嫁 外人不能抢逼 我是他奶奶 他是我孙女 他就得听我的 夜王室强横地跳脚 族长一个 冷眼扫过去 威严沉生 国有国法 族有族规 江夜市既然已经嫁进江家 就不再是夜家人 你没资格替他做主 就是 王婆子 你这是不把族长放在眼里 有几个好事的煽风点火 暗戳戳地 拿话几对夜王室 族长脸一沉 看向夜家人的眼神 泛起怒意 夜王室一正 不由得有些怯 族长在村里是最高权威 谁也不能忤逆 族长发了话 今天肯定是不能带走夜兰州了 夜章是黑胖的脸上 绿豆眼咕噜噜一转 凑到夜王室耳边小声嘀咕 娘 这小贱人带着六个小畜生 七张嘴 总得吃饭吧 就将阿大那穷鬼样 能给他们留下多少家当 要不了几天 粮食吃完 饿上两顿 他自然会乖乖求咱们 夜王室一听有礼 也不多做纠缠 带着儿孙走了 看热闹的人散去 小破院恢复安静 夜兰州回到屋子 在长凳上坐下 还没缓过一口气 大郎忽然大声叫了起来 娘 又有人来了 夜兰州顿时怒了 一拍桌子 没完没了了是吧 他怒气冲冲地往外走 心说 这回非要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要不是这虚弱不堪的身子 实在拉垮 夜王室那一家子败类 他早就收拾力锁了 然而出门一看 夜兰州就傻眼了 七八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有秃头的 有落腮胡子的 有满脸刀疤的 长相要多凶恶 有多凶恶 气势汹汹地站在小破院里 小子 你家有没有一个 长得像豆芽菜的女人 秃头揪着大郎的脖领子 粗声粗气地问 娘 娘 救我 放手 夜兰州冷喝一声 只是声音却细细弱弱的 很没气场 这不争气的身子 秃头转脸看去 眼睛顿时一亮 少当家的说 山脚下的村子里 有一个大夫 是个长得瘦瘦弱弱 活像颗豆芽菜的女人 心又黑手又狠 他们二十个兄弟 分散在附近五个村庄 找了整整一夜 鞋底子都快磨破了 豆芽菜是见了好几颗 但见了它们 都是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的 没一个符合心黑手狠的特征 而眼前这颗豆芽菜 虽说声音比蚊子哼哼 大不到哪儿去 但那双眼睛里 丝毫不见半点怯懦 冷冰冰的十分锐利 你是大夫 秃头眯着眼睛 上下打量夜兰州 以防万一 再缺人一遍 夜兰州点了点头 秃头放开大郎 嘿嘿一笑 跟我们走 他们没有拿刀剑棍棒等武器 但夜兰州看得出来 这些人绝非善累 要搁钱是 这都不够他撒牙缝的 然而现在 拖着一具又矮又瘦 发育不良的十五岁小身板 他还真横不起来 夜兰州吩咐大郎 照顾好弟弟妹妹 不假思索的脉步就走 秃头招呼一声 七八条汉子紧不跟上 秃头有些好奇 一双眼睛盯在夜兰州身上 咕噜噜乱转 哎 你不问问 我们要带你去哪里吗 治病 夜兰州淡默地吐出两个字 秃头眼睛瞪得老大 惊奇地道 你怎么知道 落腮胡子 快嘴快舌地接道 你都问人家是不是大夫了 那肯定是请人家治病啊 黑大夫 我说的对不对 黑大夫 夜兰州愣了一下 我不信黑 落腮胡子 饿了一声 他光记着少当家说 那颗豆芽菜 心黑手狠 竟说出来了 秃头他们走的是小路 没什么人烟 很快就进了山 翻过两个山岗 走了整整一天 夜兰州都快累趴下了 才看见山坳里 有一片隐隐绰绰的房屋 一道竹木搭建的寨门 门边上 写着三个黑色大字 大一寨 夜兰州眼前一黑 五语凝焉 好家伙 山贼窝啊 这是 别人穿越 要么是进皇宫当娘娘 要么是进王府当嫡女 再不及当的小妾 也是锦衣玉石穿金带银 偏偏他倒霉 穿成小寡妇 带着六个拖油瓶 还特么穿越第二天 就被抓来山贼窝 老天这是要玩死她的节奏啊 两个粗不一山的妇人 在寨门口伸长脖子张望 脸上血满焦急 秃头离得老远 就扯着嗓子叫开了 大娘 大嫂 我们把大夫请来了 中年妇人搀扶着老年妇人 颤巍巍地迎上来 可算是请着大夫了 快 快请大夫去看看我 快 娘 大夫来了 您安心 当家的一定不会有事的 一伙人推推嗓嗓地 把筋疲力尽的夜兰州 领进一座灰瓦白墙的院子 中年妇人喊了一声大夫来了 屋子里又跑出一群女人 一通拉拉扯扯 把她拉进一间宽敞的屋子 夜兰州 老虎不发威 真当她是病猫了 此刻 夜病猫兰州 已经接受了她的新人设 心里一万头羊驼呼啸而过 但不争气的身体 让她只能认命妥协 大夫 您快瞧瞧 我们当家的生了什么病 大夫 您可一定要治好我们当家的呀 大夫 夜兰州脑人子直秃秃 有气无力地道 都出去 啊 一屋子女人都傻眼了 你看他我 我看看你 没一个动弹的 关键时刻 门口传来一道低沉冷喝 没听见大夫说吗 都出去 女人们这才搭拉着脑袋 不情不愿地走了 夜兰州顺着声音看过去 原来是昨天在山上救的那个暴躁少年 少年长身玉立 眉目如画 虽然衣衫粗陋 但难掩阴姿勃发 他手指上勾着一枚荷包 晃荡荡地走来 一脸玩世不恭 豆芽菜 我们又见面了 夜兰州累得气息奄奄 实在提不起精神 搭理这个熊孩子 出去 你说什么 少年眼睛瞪得老大 反手指着自己的鼻子 一脸不可思议 你知不知道 这是谁的地盘 夜兰州不看他 冷冰冰地道 想救人 就出去 少年一噎 看看躺在床上 气息奄奄的中年男人 善善地出去了 夜兰州打起精神 给中年男人检查伤势 他浑身滚烫 大汗淋漓 前胸有一道很长的伤口 从左肩斜着划过胸口 一直延伸到泪下 伤口不是很深 没有伤及内脏 但感染严重 已经化膿 初步判断是破伤风 夜兰州立即闭上眼睛 在心里默念 药箱 假消作 破伤风 免疫求蛋白 药物瞬间出现在手边 夜兰州打开药箱 开始清洁伤口 将浓血清理掉 切除坏死组织 重新缝合包扎 然后注射药物 做完这些 累得都快虚脱了 他强撑着走到门口 轻轻敲了敲门板 守在门口的女人立即问道 大夫 我们当家的是不是 一句话没说完 哭腔就出来了 夜兰州有气无力道 他有救 蛋 谢天谢地 祖宗保佑 阿弥陀佛 菩萨保佑 夜兰州 门外念叨了好一会儿 才有人哀哑 叫了一声 大夫 您刚才说 蛋 蛋什么 夜兰州差点气笑 总算他们还没被喜悦冲昏头脑 明日午时前不可见风 否则要失无灵 你们守好门 不要让任何人打开门窗 是是是 大夫您请放心 我们一定守好 绝不让任何人靠近 夜兰州这才松一口气 进入空间 别说洗澡 连吃饭喝水都顾不上 倒头就睡 第五章 顾长怀 第五章顾长怀一觉醒来 肚子唧哩咕噜直打鼓 夜兰州先打了两个 爱浆蛋电电机 然后走出空间 查看病人伤势 病人呼吸平稳 身上的热度稍微退了些 还没醒 夜兰州又回到空间 熬上雪糯粥 洗完澡出来 摊两个鸡蛋煎饼 切了一把细细的小葱花 搭配甜香软糯的雪糯粥 美滋滋 吃着香喷喷的鸡蛋煎饼 夜兰州不禁想到六个孩子 小破屋只有几个土豆 孩子们又得勒紧裤腰带 忍饥挨饿了 要是走出空间 就能连通到小破屋 那就好了 夜兰州闭上眼睛 心里默念着小破屋 几秒钟后 睁开眼睛一看 不经大失所望 还是在前世的家中 他走到大门口 试探着开门 却怎么也打不开 看来 他可以在任意地点进入空间 回到前世的家中 但只能哪进去的 就回到哪 不能任意切换出入点 而且活动范围仅限于家里 病人醒来 还需要不少时间 夜兰州百无聊赖 就在前院后院转了一圈 前世他住在郊外的自建别墅里 晚年就靠种植药材 花草蔬菜 养些家禽打发时间 过得完全是田园生活 前院后院转一圈 夜兰州惊奇地发现 原本应该是刚刚发芽的药材和蔬菜 全都长势旺盛 绿油油的 六只鸡四只鸭 以往每天只能捡四五个蛋 现在居然有整整二十个 从没下过蛋的两只大白鹅 破天荒地下了两个蛋 而大着肚子的马里鲁阿犬妞妞 竟然生了一只肥肥胖胖的小崽崽 小崽崽眼睛还没张开 哼哼唧唧的小奶生特别萌 妞妞舔舔夜兰州的鞋子 漆黑的小眼睛闪闪发亮 尾巴甩得飞起 池塘里的荷叶 已经有巴掌大 时不时有几条鱼跃出水面 仿佛在催它赶紧来抓 夜兰州拿出钓具 放上鱼饵 将鱼竿架好 鱼勾甩进水里 不一会儿 就钓上来一条大鲫鱼 足有一斤多重 身其鲫鱼汤 蒜蓉蚝油生菜 杭椒牛柳 砸两米饭 吃饱之后 散散不消消食 给鸡鸭鹅和一对寥哥喂食 给花花草草浇浇水 从没开口说话的寥哥 破天荒地说话了 主人 早上好 夜兰州又惊又喜 小王八蛋 养了你五年都没开口 我意思你就开口了 王八蛋 王八蛋 夜兰州逗了会儿寥哥 又去睡了的回笼觉 醒来再吃一顿饭 算算时间也该差不多了 离开空间 回到病人屋中 病人稍退了 贴身的衣物全汗湿了 但额头上很干爽 不再出汗 夜兰州松了一口气 先给他用药 然后打开门 那几个女人还在门外守着 门一开 他们就争先恐后地涌了进来 给病人换干爽的衣服备入来 夜兰州一吩咐 马上就有人去办 他让人拿来纸笔 开了张方子 暗方服药 每日早晚各一次 连幅七天 交代完注意事项 夜兰州就走出屋子 刚到院门口 那少年嘴里叼着根狗尾巴草 晃荡荡地迎面走来 上哪儿去 少年懒洋洋地问 回家 夜兰州吃饱喝足睡醒块 精神好了不少 少年土掉狗尾巴草 斜着眼睛上下打量夜兰州 你现在回去 我家老头子再有个三长两短 我上哪儿找你去 我家 夜兰州面无表情 语气平板无波 少年又暴躁了 大一寨上下129口 谁敢不把他这个少当家的放在眼里 这颗豆芽菜 却根本不拿正眼看他 偏偏他又是他的救命恩人 打不得 骂不得 憋屈 你不能走 少年长臂一身就想去抓他 夜兰州冷冷瞥他一眼 锐利的目光满寒警告 少年眉梢一扬 轻挑地笑 呀呵 敢瞪我 他哈哈笑着高高扬起巴掌 落进时四根手指一拳 食指戳着夜兰州脑门子往后一倒 豆芽菜 你知不知道 方圆百里 但凡提起我冷面寒刀顾长怀 没一个不带怕的 你竟然敢瞪我 夜兰州前世活了103岁 什么没见过 部队里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熊孩子 任你 再如何刺头 进了部队 一样重新做人 这熊孩子 真是欠收拾 他吃笑了声 眼皮子一撩 淡漠地瞥他一眼 你们一伙人闯进我家 不由分说把我掳来 并看完了却 不让我走 我家里六个孩子 饿着肚子 等我回家 五郎还生着病 孩子们要是有个什么好歹 你们大一寨对得起大一两个字 语气并不激烈 言辞也不算封锐 却令少年顾长怀 紧紧地促起眉头 你走吧 夜兰州转身就走 等等 顾长怀忽然叫住他 夜兰州脚步一顿 还有事 顾长怀伸手往怀里掏了掏 掏出一把铜板 里头还有两粒指甲盖大的碎银子 药费 他别开眼 不看夜兰州 语气有些别扭 夜兰州打量着他那一身 洗得灰扑扑的粗布衣衫 补丁落补丁的 不比他好到哪去 算了 留着给你爹买药吧 顾长怀一把拉起他的手腕 将铜板连同碎银子 往他手里一塞 抓住他的手一钻 给你你就拿着 我堂堂大一寨少当家的 还能短了你的药费不成 他暴躁地摆了摆手 催道 赶紧走 又朝外头吆喝一嗓子 秃子 好声送大夫回去 秃头快步跑来 手里拎着一把钉耙 耙齿上的泥土 还是湿润的 少当家的 大当家的好了 大夫说好 就一定能好 顾长怀拧着眉头 一脸凝重地道 抄近路快些 天黑前 务必将大夫送回去 秃头哀一声 放下钉耙 捞起衣角擦手 大夫 这边请 叶兰洲不禁看了顾长怀一眼 目光中的冷一淡了些 虽然是个熊孩子 但还有几分同情心和同理心 本性不算坏 这要是能丢部队里改造几年 也是个热血男 可惜了 叶兰洲遗憾地直摇头 胡听少年问道 大夫 如何称呼 叶兰洲没回头 淡淡答道 叶兰洲 顾长怀顺手薅了根草 叼在嘴里 薄唇上扬 笑得有些脾气 这豆芽菜人 长得不咋地 名字倒是不俗 第六章 今朝有酒精昭醉 第六章 今朝有酒精昭醉 叶兰洲回到小破屋时 天都快黑了 秃子 把他送到能看见村庄的地方 就没再往里走 叶兰洲进入空间 拿出十个鸡蛋和一些大米 用一百兜着 又掐了把绿油油的油卖菜 快步朝小破屋走去 还没到院门口 就听见哭声震震 叶兰洲心一紧 加快脚步 扬声喊道 孩子们 我回来了 哭声一顿 紧接着想起孩子们惊喜的叫声 娘回来了 娘回来了 快别哭了 走 咱们接娘去 三郎搜的一下窜出来 大郎抱着五郎 二郎抱着妖妹 四郎迈着小短腿 紧紧跟着哥哥们 孩子们一看见叶兰洲 撇嘴的撇嘴 嚎哭的嚎哭 纷纷情绪崩溃 娘 你去哪里了 娘 我们还以为你不要我们了 叶兰洲鼻子泛酸 抢笑道 我去点人看病 陆承远 要翻过两座山呢 这才回来晚了 四郎揉着肚子 小脸上挂满泪痕 委屈又可怜 娘 我饿 大郎去生火 这就做饭 三郎脖子伸得老长 往叶兰洲的一百兜里张望 娘 你拿的什么 下一秒 蹦得老高 鸡蛋 竟然有鸡蛋 还有米 好白的米啊 大郎放下五郎 转身就往屋里跑 三郎小心翼翼地 脱着叶兰洲的衣服兜 生怕一个不小心 会把米弄撒 鸡蛋打破 鸡蛋 居然有鸡蛋 我都不记得 有多少年没吃过鸡蛋了 我从来没吃过鸡蛋 四郎嘴角搭拉着 委屈的都快哭了 看着孩子们 洋溢着笑容的小脸 叶兰洲情不自禁地笑了 几个鸡蛋就开心成这样 孩子们的快乐可真简单 煮饭时 二郎抱着妖妹站在边上 舔着嘴唇问 娘 真的要全部都煮吗 今天吃完了 明天吃啥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不管了 夜兰洲小手一挥 果断将米和鸡蛋 全部放进锅里 本来想留几个炒蛋花 可家里没有 白水煮煮 对付着吃吧 孩子们已经很久 没吃过一顿饱饭了 更何况还有鸡蛋 一个个狼吞虎咽 摇头晃茂 比过年都开心 吃饱喝足 不一会儿 孩子们困境上来了 直栽脑袋 夜兰洲让他们去床上睡 等他们睡着后 从空间拿出被子 给他们盖上 他则进入空间 回到前世的家中 看着镜子里 那张蜡黄干枯的小脸 夜兰洲嫌弃的直皱眉 琢磨着得做点中药面膜啥的 护理一下皮肤 不管怎么说 现在这具身体是他的 那就不能亏了自己 洗了个澡 吃了碗药扇 倒在红木大床上 盖着鹅绒被 呼呼大睡 一觉睡醒 神清气爽 回到小破屋 天还黑着 又下起雨了 空气潮湿阴冷 孩子们睡得正香 像一窝刚出生的小奶狗 挤成一团 夜兰洲又回到空间 熬养生洲 试弄花草 喂鸡鸭鹅 给刚生了崽崽的马犬妞妞 炖鸡鱼汤下奶 叫聊歌学说话 小东西好像脑子突然 被开光了似的 格外聪明 叫两三遍 就能说得很流利 吃饱喝足 又睡了的回笼叫 出去一看 雨停了 天快亮了 夜兰洲刚把被子收回空间 大狼就醒了 娘 我做了一个好梦 大狼跪坐在床上 兴致勃勃地 对夜兰洲讲述 我梦见我盖着云朵睡觉 又松软又暖和 睡得好香啊 夜兰洲暗笑 问道 那你有没有梦见吃什么 大狼连连点头 梦见了 梦见了 我梦见我在吃烧鸡 鸡腿又肥又嫩 可香了 烧鸡 哪有烧鸡 我也要吃 三郎嗷嗷叫着醒来 他这一嗓子 把大家全吵醒了 孩子们一醒 就哼哼唧唧着肚子 饿 要吃饭 四郎舔着嘴唇说 娘 鸡蛋好好吃 我还想吃 夜兰洲吩咐大狼 带弟弟妹妹们穿衣服 洗脸 他则装模作样地 去厨房找了一圈 一无所获 孩子们的失望 异于言表 大狼嘟嘟浓浓浓的 说昨天就不该 把鸡蛋和米一起煮了 应该留一半今天吃 夜兰洲摸摸他的脑门 以示安慰 吩咐二郎待在家里带孩子 他和大狼拿上篮子铲子 说去地里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能吃的 夜家村是个山村 穷乡僻壤 土地平级 粮食收成不好 村民们大部分 都是勉强不饿肚子 有鱼粮的都算是富户 线下青黄不接 地里的野菜 早就被挖干净了 娘 怎么办 什么都没有 大狼哀声叹气 夜兰洲环市四周 一个人都没有 进山找找吧 刚下过雨 山路泥泞 草木如湿 不适合砍柴 村里没有别的猎户 山上杳无人烟 夜兰洲打发大狼 去前面探路 他自己走到一边 进入空间 鸡蛋鸭蛋 又多了十来个 鹅蛋也多了两个 夜兰洲捡了些蛋 随意地丢在草丛里 然后大声呼叫 大狼 大狼 快过来 大狼快步跑来 边跑边叫 娘 怎么了 看我找到了什么 夜兰洲惊喜地大叫 指着草丛一脸兴奋 大狼伸过脑袋一看 兴奋地差点跳起来 鸭蛋 这里居然有鸭蛋 快捡起来 再找找看 还有没有 夜兰洲忍着笑吩咐 大狼小心翼翼地 捡起鸭蛋 两眼放光地认真搜索 这里还有一个 这里也有 这是什么蛋 好大 十分钟后 大狼躲着布衫 惊喜地向夜兰洲献保 娘 十个鸡蛋 六个鸭蛋 还有两个好大的蛋 太棒了 夜兰洲笑道 那是鹅蛋 现在是春天 正是孵蛋的时候 等会去邻居家 借一只老母鸡 把这些蛋敷出来 以后咱们 就每天都有蛋吃了 大狼开心地想蹦起来 但多着一多子蛋 只能激动地跺跺脚 表达情绪 娘俩挖了一些药材和野菜 满载而归 快到家时 大狼迫不及待地跑回去 和弟弟妹妹们分享好消息 夜兰洲趁机走进空间 去池塘边查看 浮漂不停晃动 夜兰洲收起鱼竿 竟然是一条肥大的鲤鱼 足有四五斤 鱼苗是去年撒进去的 没刻意挑选品种 就是在菜市场 随意买了一盆小杂鱼 往池塘里一道 想到蛋类产量倍增 植物生长迅速 而他一觉醒来 外面还处在深夜 夜兰洲立即意识到 空间里的时间 比现实中要快得多 第七章 去镇上卖药材 第七章 去镇上卖药材 夜兰洲将鲤装进桶里 装上鱼饵 放下鱼竿 鱼快地离开空间 到家一看 孩子们正围着十八个蛋 兴冲冲地讨论怎么孵化 夜兰洲没去打扰他们 趁着屋里没人 进空间拿鲜里面出来 二郎 烧火做饭了 二郎飞快地跑进来 见夜兰洲在活面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娘 有白面 夜兰洲笑笑 快去生火 中午烙饼吃 哪里来的白面 天上掉下来的 夜兰洲眨眨眼睛 拍拍他的后脑勺 快去吧 二郎摸着夜兰洲问 夜兰洲没法子 只能说是他回来时 又捡到几个蛋 拿蛋跟邻居换的米面 明天我也要跟娘进山捡蛋 夜兰洲烙了饼 烧了米汤 野菜焯水剁碎 撒上从空间里 带来的调味料 孩子们吃得满头大汗 呼吱呼吱的直哈气 填饱肚子之后 孩子们活跃多了 围着夜兰洲 叽叽喳喳地问长问短 都闹着要跟他一起去山里捡蛋 我刚才看见 那边有不少药材 橙色不错 可以采些去卖 你们知不知道 哪里收药材 大郎手举的老高 我知道 我知道 爹以前带我去镇上 卖过野鸡 我知道 镇上有家药铺 那里常年收药材 午后的阳光暖洋洋的 几个小的坐在背风处 迷迷邓邓地睡着了 夜兰洲 把冯一针烧红弯过来 做成鱼钩 绑上细线 吩咐大郎在家带孩子 带着二郎三郎 提着水桶去河边钓鱼 趁孩子们挖翘影的功夫 夜兰洲悄悄去空间 将大鲤鱼拿出来 扔进草丛里 孩子们挖来蚯影 夜兰洲装好鱼钩 打发孩子们去别处挖野菜 孩子们刚走一会儿 夜兰洲就拿出一条鲤鱼 用鱼钩勾住 放进水里 二郎 三郎 鱼儿上钩了 快来帮忙 两个孩子没跑远 听见声音就飞快地跑过来 夜兰洲已经将鱼钓上来 等孩子们来了 他才当着他们的面 把鱼钩取下来 装好蚯蚓 再次扔进水里 哇 好大的鱼啊 娘 你太厉害了 夜兰洲一本正经地叮嘱 你们俩在这看着 我去采点药材 别乱动 也别发出声音 不然鱼儿听到动静 就不敢咬钩了 两个孩子嘴巴绷得紧紧地 重重地点头 夜兰洲走出去一段路程 确定孩子们看不见他 于是又拿出几颗蛋 随意地散落在草丛里 他挖了几颗草药 走到河边 交给两个孩子 那边有好多这种药材 你们俩照着去挖 我来看着鱼钩 二郎三郎 按照夜兰洲的指示 乖乖去挖药材 夜兰洲则又拿出一条鱼 直接放进桶里 不一会儿 想起孩子们的欢呼声 鸭蛋 二哥 我捡到鸭蛋了 我也捡到了 是鹅蛋 鹅蛋好大 我又捡到了 今天运气真好 我就说嘛 跟娘一起出来 肯定能捡到蛋 明天我还要来 孩子们把蛋放进贝楼 用野菜药槽仔细地包好 抱着贝楼 小心翼翼地走回来 娘 看我们捡到了什么好东西 好多蛋 夜兰洲笑呵呵道 我又钓到两条大鱼 哇 今天又有好吃的了 夜兰洲收起鱼竿 领着两个孩子回家 大郎带着弟弟妹妹们 站在大槐树下等候 看见夜兰洲和二郎三郎 孩子们一窝风围了上来 娘 怎么样 钓到鱼了吗 夜兰洲把水桶 往他们几个面前一处 二郎也把贝楼递过去 几个孩子一看 欢呼雀跃 妖妹也拍着小手 奶声奶气地嚷着 但 但 今天早点吃晚饭 大家都好好睡一觉 明天一早 大郎跟我去镇上买药材 换鞋钱买里面 孩子们兴高采烈 二郎生火逃米 大郎有模有样地 捋着袖子鲨鱼 几个小的围着夜兰洲 叽叽喳喳地 缠着他说 钓鱼捡蛋的事 晚饭后 安排孩子们睡下 等他们睡熟了 夜兰洲悄悄去空间 拿出棉被给他们盖上 然后回到空间 舒舒服服地泡个热水澡 躺在松软的大床上睡觉 一觉醒来 神清气爽 回到小破屋一看 夜还很深 孩子们睡得很熟 夜兰洲去厨房和面 烙上几个大饼 烧一锅米汤 捡了三十个鸡蛋 二十个鸭蛋 十个鹅蛋 钓了六条鱼 赶在天亮前 拿到破屋子里 把棉被收进空间 然后把大郎叫醒 大郎 快起来吃饭 吃完饭 咱们就去镇上 大郎揉着心松地睡眼 一咕噜爬起来 夜兰洲拿出大饼和米汤野菜 招呼他快吃 大郎眼间 发现墙边的竹框里装满蛋 桶里好几条鱼 又惊又喜 娘 那是 我趁你们睡着去掉的 运气好减了些蛋 等会全都拿去镇上卖掉 夜兰洲神秘兮兮的眨眼 竖起一根食指在唇边 噓 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 不然别人知道了 就都去钓鱼捡蛋 可就没咱们的范儿了 大郎等着小脸连连点头 想了想说 娘 镇上有点远 你身体不好 可能走不动 还有这些蛋 和鱼也不轻 要不然二郎也去 那弟弟妹妹怎么办 让三郎照看着 他行吗 三郎才七岁 能照顾自己就不错了 还要带三个弟弟妹妹 夜兰洲属世不放心 以前跌进山打练 有时候会带着我一起去 二郎去挖野菜 都是三郎带着弟弟妹妹 大郎瘦骨铃循的小脸上 一双清亮的眼睛 显得格外大 有着不符合年龄的成熟 夜兰洲心疼得厉害 揉揉他的后脑勺 那你把二郎三郎叫醒 让他们赶紧吃饭 吃饱了 咱们就走 夜兰洲从快散架的衣柜里 找出几件稍微干净些的衣服 给孩子们换上 洗净脸 梳好头 稍微一时多 孩子们瞧着精神多了 本就眉目端正 假以时日养胖些 都是俊小子 大郎二郎推来木板车 把蛋和鱼 药材装车用破布盖好 哥俩在前头拉 夜兰洲在后头推 那瘦弱的肩背 套着绳索用力往前拉 小小的身子勾搂得像只虾米 夜兰洲鼻子一酸 险些掉泪 没爹没娘的孩子 真的是太可怜了 要不是他穿过来 孩子们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能不能活下去都是问题 天不亮就出发 到镇上时已经半晌午了 孩子们鸡肠鹿鹿 捧着又冷又硬的烙饼 大口大口的吞咽 夜兰洲心疼不已 想带他们吃顿好的 又不能露馅 只好催道 先别吃了 大郎卖蛋 二郎卖鱼 我去卖药材 孩子们又飞快地啃了两口饼 腮帮子鼓鼓囊囊地 把东西卸下来 咬喝叫麦 夜兰洲走到没人处 进空间拿出一些药材 问明路径 找到药铺 他的药材成色好 品质高 药铺很爽快地收了 给价还算公道 夜兰洲拿着三两半碎银子 还没火柴和大一块 不由地拧起了眉头 这也太少了吧 也不知道这么丁点银子 在这个时代值多少钱 够一个七口之家吃几天的 第八章 神秘黑衣男子 第八章神秘黑衣男子 两个孩子卖完鱼盒蛋 揣着一兜子铜钱 来药铺找夜兰洲 娘 我们卖完了 赚了好多钱 二郎兴奋地大叫 引来一片侧目 大郎一把捂住他的嘴 老气横丘地道 尽生 才不可露白 夜兰洲本不住扑斥一笑 戳大郎脑袋 卖几个鸡蛋而已 可把你能耐坏了 就那几个铜板 谁稀罕抢 大郎挠着头羞涩地笑 拉着夜兰洲走到人少的地方 把一兜子铜板全部交给他 一个鸡蛋三文钱 一个鸭蛋五文钱 一个鹅蛋十五文钱 一共是三百四十文钱 鱼一共二十六斤 一斤四十文 一共一千零四十文钱 越来客栈的伙计全要了 还说以后有蛋和鱼 都给他们送过去 我饶了三十文钱 这是一千三百五十文钱 娘 你收好 夜兰洲看着那一大兜子铜板 随手颠了颠 太阳穴忍不住直凸凸 好家伙 这得快十斤重了吧 给两个孩子 每人二十五枚铜板 其余的揣进兜里 饿了吧 走 娘带你们吃好吃的去 夜兰洲领着两个孩子 直奔最近的东来酒家 孩子们一看 吓得冷汗都出来了 连忙拉住他 娘 东来酒家可是全镇最贵的 咱们吃不起 娘 细水长流 细水长流 夜兰洲嘴角抽了抽 对着东来酒家的招牌 吞了吞口水 跟着两个孩子 走向街口的馒头铺 掌柜的 来三个白面馒头 大郎摸出五枚铜板 一脸豪气 腰杆子挺得笔直 夜兰洲狂悍 忙活大半天 就一人一个馒头 他不由分说地 掏一大把铜板 数了五十个 来三十个 拿着三十个馒头 拉着两个孩子 去隔壁的面摊 老板 三网馄饨 要肉的 大郎眼睛瞪得老大 吞着口水结结巴巴的制止 娘 咱们吃碗面就得了 馄饨要二十文钱一碗 太贵 夜兰洲一个邪言扫过去 你是娘 还是我是娘 听我的 大郎又吞了下口水 二郎迫不及待地跑到锅前 伸长脖子往锅里看 不一会儿 馄饨端上来 娘撒白面馒头就馄饨 吃得不亦乐乎 馄饨刚吃完 两个孩子正端着碗喝汤 忽然 一匹马飞驰而来 砰的一下 撞上对面的布摊 将其手甩飞 光 一声巨响 其手不偏不倚地砸在桌子上 将桌子砸得碎成一堆木板 夜兰洲定睛一看 直呼好家伙 那哥们满身鲜血 一条右臂起肘而断 血流如注 眼睛瞪得老大 喉咙里呵呵地喘着粗气 二郎吓得尖叫 大郎捂住他的眼睛 惊慌失措地往夜兰洲身边靠 杀人了 快报官 人群呼拉一下 坐鸟受散 夜兰洲行了一辈子一 看见重伤的人倒在他面前 哪有不救的道理 他立即将大郎的腰带抽出来 扎住其手上臂中部止血 大郎二郎 去药铺买些刀商药 两个孩子虽然害怕 但对夜兰洲言听计从 拖着发软的腿肚子 就走 夜兰洲站起身放眼打量 小摊小贩 百姓路人怕惹事 躲得躲藏的藏 早就没影了 夜兰洲想进空间 拿药箱和消炎止血药 但怕被人看见心急如焚 要是不用进空间 也能拿到药箱就好了 念头刚一闪过 夜兰洲忽然感觉 脚边有点动静 低头一看 赫然是药箱 被粗布裙子盖住 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打开一看 酒精 点符 纱布等常用药品都在 夜兰洲心一定 先给他清疮 止血 对出血点一一结砸 用无菌等肾盐水冲洗伤口 然后包扎 缝合 需要用什么器具药物 只需在心里默念 下一刻 小物件就会出现在手中 大物件则在脚边不起眼的地方 那骑手昏过去了 夜兰洲往他嘴里塞了消炎药 刚收拾好药箱 一群大汉持刀赶来 将夜兰洲和那骑手一并带走 哎 我是救人的 为首的大汉 脸上有道长疤 面向凶恶 大手一挥 少废话 带走 夜兰洲 谁说的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这下好 稀里糊涂被抓 可别别别口啊 他凉了也就凉了 反正上辈子死过一次 没什么好怕的 可六个孩子怎么办 夜兰洲胡思乱想着 被带进东来酒家 推推扫扫地上了二楼 二楼雅间 临窗的位置 坐着一个男人 一身黑衣 面朝窗户 刀疤脸 公身行礼 主子 出八回来了 如何 男人一开口 夜兰洲心里就打了个秃 好了 这个男人身上 有种上位者的气势 这可不是寻常父母 能培养出来的 非得是世家贵族 几代沉淀 才有如此气场 夜兰洲警惕地 醋了醋眉 小地方出现大人物 往往预示着暴风雨 即将到来 又闭断了 昏迷不醒 刀疤脸看一眼夜兰洲 这位姑娘给他处理过伤口 但他伤得太重 这小地方 又没个像样的大夫 恐怕 夜兰洲一听 顿时来了火 什么叫没个像样的大夫 他可是学贯中西的 国宝级医生 救死扶伤无数 居然被鄙视了 夜兰洲冷冰冰地开口 他死不了 可惜断肢丢了 只能残疾一生 刀疤脸脱口就对 就算没丢 又能怎样 你一个小姑娘 还能给他接上不成 夜兰洲没接话 轻蔑地哼出一个鼻音 黑衣男子一言不发 纹丝不动 刀疤脸毕恭毕敬地站着 也不吭声 夜兰洲有些上火 哎 你们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就走了呀 俩孩子找不到我 得急哭 黑衣男子随意地嗡一声 刀疤脸撸了弩嘴 你走吧 夜兰洲兴兴地撇撇嘴 翻了个白眼 转身走了 两个孩子正哭哭啼啼地找他 一声声地叫着 娘 夜兰洲招招手 扬声喊道 大郎 二郎 我在这儿 孩子们闻声跑来 抱住他挖的一声嚎啕大哭 娘 你去哪里了 吓死我们了 娘没事 赶紧收拾收拾 咱们回家吧 夜兰洲领着两个孩子 拉着木板车去买米买面 九十文钱一斗米 四十文钱一斗面 夜兰洲买了五斗米 五斗面 花去六百五十个铜板 去掉刚才买馒头和馄饨的 还剩五百四十个铜板 和三两半碎银子 夜兰洲挺满意 呃 钱还蛮金花的 山路难走 回去时又要带着两食粮食 他们撒得出大力气 路过肉摊 夜兰洲切了二斤猪头肉 花掉五十个铜板 大狼看得牙疼 嘶嘶哈哈的抽冷气 娘 你省着点花 咱们是穷人啊 经不起 你这么大手大脚啊 夜兰洲捏起一片猪头肉 塞进他嘴里 臭小子 我就问你 猪头肉香不香 大狼咀嚼几下 半壶润地吞下去 用力点头 香 真香 夜兰洲哈哈大笑 拿出馒头掰开 加上猪头肉 给两个孩子一人一个 多吃点 填饱肚子回家 这一路藏着呢 不吃饱哪来的力气 俩孩子接过馒头 狼吞虎咽 夜兰洲又花五十个铜板 买一升油 六十个铜板买了半斤盐 还剩下最后三百八十文钱 和三两半碎银子 原本想再去买些布料 给孩子们做衣服 但看看满车的米面 估摸着给有一百多斤 夜兰洲打消了这个念头 一来路远车重 拉车吃力 二来一夜暴富 免不了遭人惦记 回城的路上 夜兰洲吩咐孩子们 外人问起 就说他们今天去卖药材 在大街上救了个断臂男人 那人的主子给了打赏 第九章 你偷我家粮食 第九章 你偷我家粮食进村时 太阳都快落山了 正是男人们从田里折返 女人们串完门子 回家做饭的时候 大郎二郎满头大汗 气喘如牛 但满载而归 兴致高涨 时不时能啃上几口 白面馒头夹猪头肉 两人半点也不觉得累 喊着耗子可来劲了 哟 那不是江家的小子吗 这是上哪儿去了 夜大夫家的迎面走来 随口问了一声 夜兰洲认出 他是昨天帮枪的 笑道 福嫂子 昨儿个采了些药材 今天进城去卖给药铺 换些里面回来 福嫂子惊奇地移了一声 随即嗷的笑说 你爹是郎中 你会采药也不稀奇 你身子不好 可要当心险 夜兰洲拿出两个馒头递过去 昨儿个谢谢福嫂子 我家里穷 孩子多 没啥好东西 这两个馒头你拿着 给孩子们吃 福嫂子吃了一斤 白面馒头 可是年节才有的吃食 平常根本见不着 哎呀 使不得 使不得 这太贵重了 福嫂子嘴里说着使不得 眼珠子却粘在馒头上 不舍得挪开 夜兰洲把馒头塞进她手里 嗨 这有啥使得使不得的 我们孤儿寡母的 往后还要福嫂子多多照应呢 那 那我就收下了 福嫂子不好意思地笑笑 老是憨厚的样子 前些天一直下雨 药槽长得快 能卖上好价钱 可惜我这身子骨不争气 踩不了多少 孩子们又小 拉车太吃力 哎 难为他们哥俩了 顿了顿 夜兰洲又说 再过两年 等大的能做活了 我也就熬出头了 这种拉加长的话 最容易拉近距离 福嫂子心有欺欺 拍着夜兰洲的手 唏嘘不已 大妹子 你命苦啊 一个女人家带六个孩子 难大 夜兰洲叹口气 撑起一脸虚弱的笑 好在今天运气好 在街上救了个受伤的人 那人的主子给了些打赏 我寻思着 孩子们正长身体 不能亏了嘴 就买了些金米白面 是吗 福嫂子早就看见板车上 拉着金米白面 一直想问 又不好意思开口 福嫂子 天色不早了 家里还有私的孩子等着呢 我们就先回去了 明儿的一早 还要进山采药呢 哎 你快回吧 我也赶着回去做饭呢 告别福嫂子 两个孩子拉着车 继续往东头走 嘴里嘟嘟囔囔的 舍不得那两个白面馒头 小气鬼 不就两个馒头吗 看把你们心疼的 娘 不是我们小气 实在是咱们家太穷了 两个馒头 留着给弟弟妹妹吃多好 干嘛给外人呢 夜兰洲皱了皱眉 耐心开导 咱们孤儿寡母的 又是外星人 想要在夜家村站住脚 没人帮衬可不行 江拉大一向独来独往 孩子们也孤僻得很 很少跟乡亲们打交道 你们以后也都放机灵点 嘴巴填不吃亏 娘仨一路有说有笑的往家赶 路上陆陆续续遇见不少人 夜兰洲笑着跟人打招呼 孩子们也机灵 书败大爷 沈子大娘的叫起来 有人问起满车的里面 孩子们就快嘴快舌的 把京城卖草药 救人得到打赏那套说辞拿出来 回到家 大郎二郎一口气松下来 累得往地上一摊 动都不想动了 三郎没等吩咐 主动去生活 哇 白面馒头 还有猪肉啊 娘 是要过年了吗 孩子们叽叽喳喳 欢呼雀跃 孩子们个个都吃得肚子溜圆 躺在床上 挤成一团 小的缠着大的说 进城去世 说着说着 倦一上涌 陆续睡着了 夜兰洲进空间洗澡 熬些滋补药膳 吃饱喝足睡上一觉 然后去捡蛋 收鱼 回到小破屋 可能是空间的关系 夜兰洲明显感觉到 惊奇省好了不少 照照镜子 脸上也有了些血色 早饭后 夜兰洲刚要带着 大狼二郎进山 夜王室带着夜主 夜张氏 以及两个孙子夜小山 夜小和拉着板车 气势汹汹地杀上门来 昨天李家过来要人 王婆子交不出 李家那个傻子火气上来 差点把他家给砸了 王婆子好说歹说 李家才得宽限一个月 一个月后 要么双倍退还彩礼 要么就把媳妇给他们送上门去 想到不但一分钱没捞着 还有可能搭进去一袋麦子 夜王室就跟让人刨了祖坟似的 昨天夜兰洲拉着 整整一板车金米白面 在村里招摇过市 更是狠狠地戳中 王婆子的废叶子 好啊 你个小贱人 你敢偷东西 给我打 夜兰洲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夜王室匹首一耳光 扇得差点趴地上 娘 你们敢打我娘 我跟你们拼了 大狼二郎丢下贝罗 抄起锄头 铲子就上 夜主一手一个 把两个孩子摔倒在地 王婆子顾不得跟他们撕打 两眼放光地吩咐儿子媳妇 给我搜 把这小件蹄子 偷咱们的粮食找出来 夜兰洲顿时明白了 这一家子黑心干的 是惦记上他那两食里面了 大狼二郎哭着来扶夜兰洲 三郎护着几个小的 大狼去找族长 二郎去叫乡亲们来 快 家里就那巴掌大的地方 里面放在厨房的缸里 轻轻松松就被翻出来了 夜王室指挥儿子而席 把里面搬上板车 洋洋地陪出一口浓潭 小件蹄子 你以为你把族长找来 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告诉你 只要有我夜王室一口气在 你的小件蹄子 就别想好过 夜兰洲偏过头 躲开那口浓潭 眉头微皱 眼眸眯起 杀意一傻而过 老妖婆 还当她是以前那个 懦弱可泣的夜兰洲呢 等过几天身体好些了 要不给她点颜色看看 她还真不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了 夜章世也克制不住 得了两食粮食的喜悦之情 走到夜兰洲面前耀武扬威 你个桑门星 运气还真好 真让你壮大运了 你没想到吧 便宜了我们 二叔夜主沉沉地叹了口气 端出长辈的姿态 人母狗样地装慈爱 兰洲啊 家里的日子不好过 这么多张嘴 给吃饭 这几个小宅子 又不是你生的 把好东西给他们吃 那不是浪费吗 这些粮食 我们就拿回去了 你夜身体不好 两个弟弟年纪又小 给他们吃 补补身体 夜兰洲气笑了 一群蛇蝎心肠的玩意儿 披着人皮的狼 装什么装 夜王氏又骂了夜兰洲一阵 才意犹未尽地白白手 示意儿子拉上板车回家 这么一耽搁 乡亲们陆续赶到 不一会儿 就为了三四十口子 夜王氏一转身 吓了一跳 刚才还没人呢 怎么突然就冒出来这么多 他眼珠子一咕噜 嚣张地大叫 你个小贱人 居然敢偷我家的粮食 我这就替你死去的爹娘教训你 枯树皮式的老脸凶悍毕露 鸡爪式的手挥着巴掌 就要往夜兰洲脸上扇 第十章 疯狗乱咬人 第十章疯狗乱咬人 夜兰洲侧身躲过 挺直腰杆大声反驳 我没偷你们的粮食 这粮食 是我昨天进城买的 买 你哪来的钱买 粮食里面可不是小数目 你拿啥买 夜章是刻薄的街道 那可是粮食金米白面啊 你就是去卖身 一天功夫 也卖不来这么多钱 这话说得太难听 乡亲们顿时听不下去了 辅嫂子头一个站出来作证 夜章是 你可别红口白牙的污蔑好人 昨儿的我亲眼看见 兰洲妹子带着大郎二郎进城卖药材 拉着板车驮着里面 从我家门前过去 怎么可能偷你家的里面 夜王是仗着年纪辈分 跳着脚压制辅嫂子 你看见了 你看见啥了 我还看见你当帮凶 跟着小剑蹄子一起 从我家乡房里 往外搬粮食呢 辅嫂子为人忠厚善良 很少跟人起争执 在大姑娘小媳妇间 人缘不错 夜王是信口胡攀乱咬 顿时惹得大家指指点点 辅嫂子的婆婆夜流氏来了火 破口大骂 王婆子 你疯狗乱咬人啊 我们大夫家的是啥样的人 乡亲们心里都有数 你说我们大夫家的 从你家乡房搬粮食 啊 就你家那一穷二白样 一年里有十个月接不开锅 你哪来的两食精你白面 让别人偷 这话一说 乡亲们顿时哈哈打笑 就是 也不看看自己啥条件 就敢胡吹大气 两食里面 咱们村能拿得出来的 最多不过三五家 王婆子 你睁大眼看看 村里有几个比你家更穷的 你老头子酒鬼一个 儿子又是个好吃懒做的 从前你大儿子在时 还能给人治病 采卖药材补贴家用 现在大儿子没了 饭都吃不上了吧 肯定是饿得极眼了 要不能来抢人家孤儿寡母的口粮 没看见板车都拉来了吗 一家子老不要脸的 竟干些缺得事 早晚叫阎王爷 收了去 乡亲们唾沫横飞地开骂 虽然有几个眼热那一板车 金米白面的 但都看不惯夜王室的做派 实在是桑尽天良 夜王室有些慌神 没想到这么多人 帮着夜兰州说话 他不敢再耽搁 催着儿子就要走 这时 大郎哭哭啼啼地 把族长请来了 族长 昨天我娘带我和二弟 进城卖药材 我娘救了一个 受伤断手的人 得了些赏钱 这才买些里面过活 族长 我们真没偷东西 您要是不信 可以派人去城里打听 很多人看见的 只要一打听就知道 我们没有撒谎 昨天夜王室闹一出 逼寡妇改嫁 已经惹得乡亲们十分不满 今天再来一出打人抢梁 更是惹得怨声载道 族长一来 扶嫂子带头 大姑娘小媳妇们 纷纷给夜兰州作证 甭管看见没看见 一口咬定夜兰州 是无辜的小可怜 都是王婆子老不要脸 打人家孤儿寡母的主意 族长轻轻嗓子 不满的瞪夜王室一眼 威严地道 王婆子 你在胡闹 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动用族规了 夜王室一叶 色丽内人的大叫 族长 你咋向着外人 我们才是夜市家族的人 他们是外人 刘婆子呸了一声 激笑道 你可别给我们夜市家族丢脸了 就是 老不要脸的 逼寡妇在驾时 就是你孙女 就得听你的 抢人家口粮食 人家就成外人了 王婆子 啥话 都叫你说了 那你干脆让他们孤儿寡母 撞死在你跟前儿得了 够了 族长冷声喝止 夜主 回去告诉你爹 让他好好管教婆娘 别让不懂事的出来蹦打 给全族抹黑 夜主一哆嗦 他一向又耸又懒 除了会讨好夜王室 一无是处 族长一呵斥 他就耸巴巴地栽着脑袋 不敢吭声 有族长出面 乡亲们护着 夜王室不敢再逞胸 只能灰溜溜地带着儿孙走了 临走前还磨着后槽牙 丢下一句狠话 小贱人 仔细你的皮 夜兰周抹抹眼泪 柔柔弱弱地向大家浮身一礼 这不争气的身子 总是控制不住地掉眼泪 但也还算有个好处 起码能让他站稳受害者的立场 得到一些舆论支持 要不是各位书白大爷 沈子大娘庇护 我们孤儿寡母 今天可就没活路了 孩子们 快 快谢谢乡亲们 孩子们哭哭啼啼地道谢 惹得几个上了年纪的女人 跟着红了眼圈 姜氏虽然是外形 但既然在咱们夜家村落脚 就是咱们村的一份子 姜夜市又是咱们村的人 孤儿寡母不容易 以后大家能帮衬的 多帮衬着点 组长安抚几句 让大家散了 孩子们扶着夜兰周进屋坐下 心有余悸 夜兰周陷入沉思 老话说 穷山恶水出刁民 今天是王婆子过来闹 保不齐围观的乡亲们 也有动漾心思的 大家都穷困潦倒 凭什么你们孤儿寡母 可以惊你白面 吃得肚子溜圆 得想个法子 尽快脱离困境 第十一章 深夜来客 第十一章深夜来客天黑后 夜兰周吩咐大郎二郎守好家门 他带着三郎 拿着五斤米五斤面去组长家 组长两次帮他出头 总得给些好处 以后免不了 还要要麻烦他的地方 组长的儿媳妇赵婶子开门 见夜兰周带着孩子过来 连忙将人让进来 兰周 怎么这么晚来了 是找组长播 夜兰周摇摇头 就不再往里走 婶子 这两天多亏组长仗义帮忙 不然我早就被卖给傻子了 六个孩子没爹没娘 也就断了活路 嗨 王婆子太恶毒 大伙都看不过去 我也没什么好东西 这些里面婶子一定要收下 可千万别嫌少 照婶子一看 居然是一兜子精米 一兜子白面 连忙推辞 哎呦喂 你个孩子家不知道轻重 怎么大晚上的 拿这样多精细粮食在路上走 也不怕遭了惦记 快收回去 收回去 你们家六个孩子呢 留着给孩子们吃吧 婶子 你一定要收下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夜兰周把米面硬塞进赵婶子手里 我走了 明儿一早还要进山采药 得赶紧回去睡了 哎 兰周 你拿回去 夜兰周挥挥手 带着三郎走了 回家拿上提栏 直奔西头福嫂子家 夜大福是木匠 农闲闲时 做些桌子板凳橱柜什么的 拉到镇上去卖 日子还算过得去 夜兰周敲开门 夜大福见识夜兰周带着孩子 皱了皱眉 进屋去叫扶嫂子出来接待 扶嫂子 今天可多亏你和刘大娘仗义之言 要不然 我们娘几个可就完了 扶嫂子大手一挥 义愤填膺 王婆子做事太缺德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扶嫂子 我听说 大娘前些天着了风寒 这几个鸡蛋 你拿去 给大娘补补身子 夜兰周将提兰递过去 扶嫂子揭开盖部一看 吓了一大跳 不不不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拿着吧 嫂子今天要不是你和大娘 我们的粮食一准被抢走 明天就得饿肚子 哪还有鸡蛋吃 扶嫂子心动不已 眼睛直勾勾地瞅着鸡蛋 但不敢收 嫂子 我放这儿了 你赶紧收起来 别碰坏了 明儿一早还要进山采药 我得赶紧回家睡觉去 夜兰周说完就走 扶嫂子由于片刻 出声喊住她 兰周妹子 等等 还有事吗 扶嫂子咬咬嘴唇 有些羞涩的开口 我听你说 采药才卖钱 你看能不能带我一块去 我给你帮手出力气 卖的钱你随意给我几个子就行 你看行不 夜兰周看中她忠厚善良 来这一趟就是为了拉拢她 文言爽快地道 好啊 那嫂子 你也早点睡吧 明儿一早 咱们就出发 哎 好嘞 回头我找你去 扶嫂子乐得直搓手 夜兰周走后 扶嫂子关门时 才发现小提兰就在门边 她愣了一下 不由得在心里 对夜兰周竖起大拇指 从前只觉得 夜家那个病痒痒的女儿 不声不响 是个闷葫芦的 没想到相继死了爹和男人 一夜之间长大不少 能顶得起家了 等孩子们睡着 夜兰周照例进入空间 熬上养生药膳 然后去泡个热水澡 敷面膜 望着镜子里长了点肉的脸蛋 皮肤也在每天坚持不懈的养护下 有所好转 夜兰周心里总算是有了点安慰 原主的底子不错 眉清目秀 五官精致 只是过于干瘪瘤弱 养了这么些日子 精气神都好了些 假以时日 绝对是小美女一枚 正吃着药膳 忽然听见 有些异样的动静 夜兰周赶紧出去查看 别墅里安安静静的 狗子都睡着了 他心口忽然一紧 立即走出空间 院子里 一条黑影嘀嘀咕咕的 已经走到离半门处 奇怪了 豆芽才大晚上的 不在家睡觉 跑哪去了 顾长怀呼呼地喘着粗气 左手死死地掐着右手 腕部上方两寸的部位 脚步烈烈切切 夜兰周没认出他的背影 但闻见了空气中 似有若无的血行气 他快步追出来 只见那黑影猛地一晃 差点栽倒 谁 夜兰周压低声音 立刻一声 干什么的 第零一二章 以后不是有你吗 第零一二章以后 不是有你们顾长怀 听见他那熟悉的声音 惊喜交加 豆芽菜 你上哪去了 我找你好半天了 是你 夜兰周皱了皱眉 你受伤了 顾长怀 顾长怀转过身来 咧了咧嘴 挤出一个满含痛苦的笑 嘿嘿 一点小伤 不碍事 夜兰周扶着他进屋 点上油灯一看 好家伙 他整只右手 腕部以下全是血 鲜血顺着五根指尖往下滴 淋淋淋淋淋地撒了一地 夜兰周无语地摆他一眼 快速检查伤势 几件 血管断裂 断口整齐 是利刃所伤 等着 我去拿药箱 他走到里屋 拿出药箱 以及必备的器具 回来给顾长怀之伤 清洗 消毒 将肌腱和血管一一连接上 缝合 包扎 夜兰周专注地处理伤口 顾长怀却脸色古怪 几次欲言又止 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想不到豆芽菜表面冷若冰霜 实则热情如火啊 瞧瞧 这穿的是什么啊 一件薄薄的衣服 看不出是什么料子 在灯下闪闪有光 袍子不像袍子 裙子不像裙子 长度刚到膝盖 筋口开得挺大 没有扣子 只用一根袋子 在腰间松松地系着 仿佛随时都会散开 顾长怀不敢看夜兰周纤细的脖梗 秀气的锁骨 吞了口唾沫 目光下意 一双凝白的小腿 太过轻瘦了些 但形状说不出来的美好 跟男人粗糙的腿肚子 天差地别 再往下 是小巧玲珑的脚丫 他拉着一双奇怪的鞋子 有点像木鸡 但材质不是木的 走起路来声音很轻 露着素白的脚趾 和圆润的脚跟 顾长怀呼吸更粗了 热血往脑袋上冲 只好闭上眼睛 免得心潮澎湃 加重伤势 好了 夜兰周收起工具 拿出帕子擦了把汗 坐在顾长怀对面 胳膊随意地置在桌子上 你干嘛去了 怎么伤得这么重 要不是遇见他 就凭这小地方的医疗水平 他这只右手 算是彻底废了 顾长怀吞了吞口水 脸上泛着可疑的红韵 不自然地开口 干淡吗 还能淡吗 我我是山贼吗 还能淡吗 只是一时大意 中了埋伏 不过他也没吃亏 对方横七竖八 躺了不下十个 夜兰周皱眉瞧着他 这熊孩子表情古怪 目光闪烁 显然是不好意思了 作为一名103岁的老太太 夜兰周虽然不像 别的老太太那么唠叨 但看见熊孩子不学好 难免有些失望 忍不住就想说叫几句 你说你年纪轻轻 手脚健全的 做点什么不好 干嘛非要当山贼 刀口舔血的日子 是那么好过的 这一次没丢了性命 算你好运 以后 顾长怀忽然截住他的话 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以后不是有你吗 话音未落 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他他他刚才说了什么 他跟豆芽菜 不过是第三次见面而已 除了治病 他们完全没有过任何交集 更何况 豆芽菜还从没给过他好脸 夜兰周脸一板 美好气地呵斥 我只能治伤 不能救命 你好自为之吧 哦 顾长怀正正地应了一声 不由松了口气 还好他没多想 夜兰周拿出一小包消炎 要递给他 早晚个一例 停药七天之内不能喝酒 顾长怀不作声 栽着脑袋 不看夜兰周 也不看药 嗯 夜兰周哼出一个鼻音 听清医嘱了没 顾长怀不敢抬头 别别扭扭地道 那个 你能不能穿好衣服先 大半夜的穿成这样 成何体统 夜兰周低头看了眼自己 顿时乐了 他泡完澡 换上了天鹅绒睡袍 听见动静就过来 忘了换衣服 前世再正常不过的衣服 到了古人眼里 就成了不成体统 哼 你大半夜地闯进我家 这就是你的体统 顾长怀后地抬头 嘴唇动了动 我 对上夜兰周的锁骨 他又擅擅地栽下脑袋 目光触及他的小腿 他倒抽半口冷气 红着脸闭上了眼睛 夜兰周第一次觉得 这熊孩子还蛮可爱的 行了 趁着天黑没人 你赶紧回家去吧 夜兰周不再逗他 收拾了几副草药 把用法与用量写清楚 让他回家之后熬着喝 补补气血 顾长怀睁开眼睛 快速瞟他一眼 又立即闭上眼睛 难难道 多谢 夜兰周百岁高龄 哪能跟得不过二十岁的孩子 一般见识 前世他要不是 没有生育能力 虫孙子都该比他大了 他温和地笑笑 送顾长怀出门 出了篱笆门 顾长怀脚步一顿 吞吞吐吐地道 你以后别穿这种衣服 给人看见 不太好 嗯 很不好 一句话磕磕巴巴说完 耳根子都红透了 夜兰周失笑 别人可不会半夜三更来我家 顾长怀的脸烧得更厉害了 头也不回 落荒而逃 第十三章 有钱一起赚 第十三章 有钱一起赚一大早 扶嫂子就来到小破屋 夜兰周正跟孩子们吃饭 烙馍 米汤 还有一碟野菜 扶嫂子来了 快坐下一起吃 不了 不了 我吃过了 穷苦人家 粮食一向是尽着壮劳力和男丁吃 女人很少能填饱肚子 夜兰周哪能不知道 招呼大郎搬小板凳 拉着扶嫂子坐下 嫂子 一会儿你可得出大力气呢 饿着肚子 怎么干得动 你甭跟我客气 快吃吧 吃完咱们就进山 扶嫂子鸡肠鹿鹿 也就半退半就地吃了起来 夜兰周生怕王婆子不死心 再来找茬 于是叮嘱大郎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 就去请族长主持公道 要不让大郎带着孩子们去我家吧 你大夫哥这几天都在家里做板凳 等十五镇上逢吉拿去卖 孩子们过去 可以跟家和 家乐一起玩 你大夫哥也能照应一下 夜兰周点点头 吩咐大郎带好弟弟妹妹 别淘气惹祸 别跟家和家乐打架 他把粮食收进空间 这才和扶嫂子一起进山 有扶嫂子在 简单钓鱼都不能做 只能挖草药 忙活半天 天将晌午 两人采到半筐草药 扶嫂子背着 一起回村 夜兰周把孩子们叫回来 吃过午饭 又跟扶嫂子一起进山 一连几天 扶嫂子都来找夜兰周采草药 平常一起拉家长的几个妇女 问她怎么不来了 她就故作神秘地说 要做活赚钱呢 引得人人好奇 问极了 她才说出是进山采药 到了十五 夜大福要赶着牛车 去镇上卖板凳 天还没亮 扶嫂子就来叫夜兰周 一起出发 夜兰周是寡妇 虽然也是夜市一门 但夜大福还是要避嫌 扶嫂子只能跟着一起去 孩子们就交给留婆子带 夜兰周送了一斗白面过去 说要是回不来 就让留婆子给孩子们做饭吃 四郎五郎妖妹还小 六个孩子连一半都吃不完 把留婆子乐得 见牙不见眼 到镇上十天刚蒙蒙亮 夜大福去卖板凳 夜兰周和扶嫂子直奔药铺 由于采了好几天 数量不少 夜兰周又偷偷从空间 拿出一些外形相似 但价格贵些的药材 这次卖了整整十两银子 夜兰周拿出二两银子给扶嫂子 扶嫂子慌得不行 说什么不肯收这么多 最后好一番拉扯 她才答应收下半两银子 这才几天功夫 竟然赚了半两银子 能买整整五斗半斤你呀 我的娘啊 我不是在做梦吧 扶嫂子一路念叨 嘴都快裂到耳后跟了 夜兰周失笑 拉着她去东来酒家 说要请她吃顿好的 点了几个小菜 等候的功夫 夜兰周借口截手 去月来客栈送蛋和鱼 三百个鸡蛋 二百个鸭蛋 一百个鹅蛋 一共收了三千四百文钱 二十条大鲤鱼 十二条大青鱼 还有几条鲫鱼 抹掉临头 一共八千三百文 折十一两银子 并七百文铜钱 夜兰周回到东来酒家 扶嫂子等得不耐烦了 见她就埋怨 你上哪儿截手去了 怎么这么长时间 我去找你都找不见 还以为你走了呢 我去转了一圈 寻思着给孩子们 买些不做衣裳 可我又不会做 成衣太贵 买不起 扶嫂子眼睛一亮 做衣裳啊 我会啊 一会儿吃罢饭 咱们一起去买布 马上添暖和起来 也该给家何佳乐做单一了 吃完饭 夜兰周又叫店小二 打包半斤熟牛肉 四个馒头 带回家给孩子们吃啊 给大福哥送饭去 扶嫂子悠悠连声 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一个劲儿白手 实不得 实不得 夜兰周白白手 不以为意 嗨 扶嫂子 你就甭跟我客气了 这次药材能卖这么多钱 全靠你出力气 不然指着我一个病秧子 哪能才这么多 要不是搭大福哥的车 就凭我和大郎二郎 那可不得丢我们泪趴下 扶嫂子指一个劲儿实不得 往后卖药草 买米买面 置办东西 都指着大福哥的车呢 扶嫂子 别啰嗦了 咱们赶紧走吧 一会儿还要去不行吗 扶嫂子这才不再推辞 两人一起去夜大福的板凳摊 把牛肉馒头交给她 夜大福惊呆了 眼睛瞪得老大 不可置信地看着两个女人 你们 这 牛肉 扶嫂子得意地抬抬下巴 快吃吧 我们俩去不行看看 一会儿过来找你 两个女人转身就走 夜大福看着手里的牛肉馒头 香喷喷 软乎乎 勾得她止不住地吞口水 她白天黑夜地坐板凳 天不亮就赶来卖 大半天才卖出去三十多个铜板 这败家娘们居然吃牛肉 他们是捡到金元宝了吗 第十四章又被抓了 第十四章又被抓了进了不行 夜兰洲选了三匹棉布 扶嫂子看得直牙疼 那得六百文呢 嗨 嫂子 钱是赚出来的 不是省出来的 扶嫂子瞬间被说服 大手一挥 也要了一整匹布 回去的路上 看见有卖鸡苗鸭苗鹅苗的 夜兰洲又买了二十只鸡苗 十只鸭苗 五只鹅苗 以及两袋敷皮当饲料 扶嫂子 这回倒是点头赞许 这才是过日子的 扶嫂子 你去叫大福哥把车拉来 把东西装上 那你在这等我 可别乱跑 夜兰洲点点头 就近找了个茶水摊 点上一壶茶坐着等 不一会儿 夜大福两口子 就拉着板车过来了 把东西装上车 大福哥 扶嫂子 来喝口茶歇歇脚 两口子还没端起茶杯 就听咣当一声 一把大刀砸在桌面上 夜兰洲差点呛着 恼怒地看过去 原来是上次抓他的刀疤脸 怎么又是你 夜兰洲一脸黑线 刀疤脸蒲扇般的大手一挥 拎小机似的将夜兰洲提起来 大嘴一脸 乐乐 可找着你了 找我干嘛 夜兰洲拧着眉头 横他一眼 看病了 他前世是个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心情不爽的时候 说话难免有些冲 夜大夫两口子哪儿 见过这么凶横的人 吓得腿肚子只打哆嗦 脸上血色褪得一干二净 刀疤脸嚷道 快 快跟我走 夜兰洲若不经风 哪儿惊得起他大力拉扯 唉 你松手 我自己会走 夜兰洲黑着脸 用力掰刀疤脸的手 刀疤脸扬了扬大刀 咳着一嘴 黄牙示威 夜兰洲信信地撇撇嘴 只能认怂 前世再如何 风光无限 那毕竟都过去了 现在他只是一个 手无腹机之力的小寡妇 刚满十五岁 还是个半大孩子 跟男人拼力气 那就是自讨苦吃 夜大夫和扶嫂子 见夜兰洲 跟着刀疤连走 完全没了主心骨 哆哆嗦嗦地 赶着牛车跟着 三拐两拐 拐进一条小巷子 镜头是一个破败的小院 杂草长得老高 一看就知道荒废多时了 一进小院 夜兰洲就敏锐地闻到 空气中飘着一股子浓重的药味 掺杂着似有若无的血腥气 进门一看 他脱口惊呼 好家伙 地上横七竖八的 躺着好几个大汉 缺胳膊的 断腿的 还有个瞎了一只眼的 老大一个血洞 可吓人了 扶嫂子熬得一嗓子尖叫 当场突如下去 夜大夫哆哆嗦嗦 抖得跟筛糠似的 鸡皮疙瘩蹭了一下 窜遍全身 冷汗湿透内山 夜兰洲太阳穴好一阵突突 嘖嘖连声 这都伤成什么样了 怎么不早点请大夫 刀疤脸一脸窘迫 搓着手说 镇上的大夫不中用 致死了两个兄弟 姑娘 我找你好久了 你快救救他们吧 夜兰洲顾不得多问 蹲下身子检查伤势 你去拿些干净的棉布来 还要纸笔 一会儿我开好方子 你去买药 大夫哥 你把扶嫂子叫醒 过来帮忙 两人各忙各地去 夜兰洲粗略地检查一遍 都是外伤感染 有两个已经休克了 距离鬼门关只有一步之遥 这得亏是遇见了他 要不然 地上躺着的 有一个算一个 谁都别想跑 扶嫂子醒了 哆哆嗦嗦地过来帮忙 夜兰洲让他把伤者的衣服解开 重新清理伤口 挤出农业 然后消毒 缝合 包扎 出不处理过后 夜兰洲类的满头大汉 坐在地上直喘粗气 刀疤脸犹疑不定地问 这样就行了 夜兰洲开好药方 交给刀疤脸 吩咐他去买药药 剩下的我一个人来就行 刀疤脸有些迟疑 夜兰洲不耐烦地催道 祖传秘书 不可轻易试人 你再不去买药 当的时候 你的伙伴死了 我可不负责 刀疤脸这才离开 夜兰洲让夜大福和福嫂子 去烧些热水 他趁机给几个伤者输液治疗 做好这些 他走出房间 把门关上 坐在狼岩下 拖着下巴发呆 这个时代的医疗技术太落后 单凭一些草药 很多绝症都没办法治疗 要是能用现代化的仪器设备 那就好了 夜大福端着一大盆热水 福嫂子颤身问 兰洲 接下来咋办 夜兰洲洗干净手脸 叹了口长气 也不知道这帮人是干什么的 但愿不是强盗 不然麻烦可就大了 我们不是强盗 夜兰洲闻声抬头 只见门口不知何时多了一道身影 说话的人胡子拉叉 气色很差 右边锈管在肘部下方两寸扎住 好家伙 居然是之前他救的断臂男人出霸 你恢复得还不错 夜兰洲眼里泛起笑意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 出霸弯腰行李 侧身让开一步 一个按金衣衫的男人 缓步走来 夜兰洲的目光 瞬间被牢牢锁住 他第一眼注意到的 是一双眼睛 澄澈的茶色 而非常见的棕色 仿佛带着美瞳 虽美 但看不出情绪 男人的眉毛如出翘的剑 灵力风锐 眼睛狭长 显得冷漠疏离 鼻梁挺直 唇白色淡 顶多不过二十出头 五官精致 俊美如愁 却令人心生寒意 不敢接近 夜大夫和扶嫂子 只看了一眼 就战战兢兢地低下头去 直觉告诉夜兰洲 这个茶色眼睛的男人 就是那天东来酒家的黑衣男子 男人目光落在夜兰洲脸上 一扫而过 不做停留 出八 去看看 夜兰洲站起身 伸手拦住 别进去 出八脚步一顿 回头看向男人 我用家传秘书给他们智商 受不得半点疯 你一开门 他们必死无疑 夜兰洲字字吭腔 脸色严肃 男人微一点头 出八快步退回他身侧 刀疤脸满头大汗地赶回来 手里拿着大包小包的药材 姑娘 这要怎么熬 夜兰洲一一交代 而后抬头看看天色 估摸着能有下午三点钟 时候不早了 我得回家了 出八一听 急到 姑娘 你要是走了 我的兄弟们可怎么办 还请姑娘留下 以策万全 夜兰洲笑笑 你不也没事吗 出八一愣 不说话了 夜兰洲看着那年轻男人 他才是主子 能不能走 全凭他一句话 第十五章 发横财了 第十五章 发横财了半赏 男人微微点了下头 出八客气地道 姑娘 请回吧 夜大夫连忙跑去赶牛车 扶嫂子拉着夜兰洲 一刻也不敢耽搁 拔腿就走 两个时辰后 进去给他们喂药 子叶十分在喂一次 此后每日早午晚 各位一次 连扶七天 夜兰洲吩咐罢 对年轻男人说 我家传秘药珍贵难得 炼之不易 男人眉头微皱 这才又向夜兰洲 扫过去一眼 面黄肌瘦 衣衫蓝绿 分明是个贫苦浓女 但面对这么多重伤病患 面不改色 气度非比寻常 男人朝刀疤脸 递了个眼色 刀疤脸摸出一定银子 抛给夜兰洲 多谢了 夜兰洲单手一接 他手脚发软 没能拿住 银钉子直直坠下 夜兰洲脱口叫了一声好家伙 跳着脚躲开 呼 幸好躲得快 要不然脚趾头能丢砸骨折 夜兰洲弯腰捡起银钉子 两手托着颠了颠 估摸着能有一斤多 男人又朝他看了一眼 这次目光停留片刻 才面无表情的移开 离开小院 夜大福和福嫂子松了一口大气 抹着额头上的冷汗 一声声地念叨着祖宗保佑 福大命大 走 换钱去 夜兰洲将银钉子凑到嘴边咬了咬 嘿 还真是软的 福嫂子直吞口水 这是二十两吧 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银钉子呢 二十两 夜兰洲快速在心里盘算一下 两万个铜板 能买二十二十大米 三千七百多斤 按照现代的物价来算 差不多一万块钱的样子 还真是蛮大方的 夜大福两口子也顾不得害怕了 赶到镇上唯一一家钱庄 将银钉子对开 换了一个十两的 一个五两的 五个一两的 夜兰洲大方帝将五两的银钉子 递给福嫂子 拿着 福嫂子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哪敢拿 一个劲儿的推辞 力气大的 差点把夜兰洲的胳膊撇折 夜大福是男人家 不好跟寡妇拉拉扯扯 也连声推辞 最后拗不过盛情 两口子收下一两银子 千恩万谢 这下有夜大福两口子亲眼见证 夜兰洲的的确确 靠着治病救人得了赏钱 先前的说辞 也就越发可信 发了一笔横财 福嫂子使唤男人去凉店 买了两斗白面 夜兰洲又割了一刀肉 三人一扫疲惫 兴高采烈地赶回家 到家十天都黑透了 留婆子蒸了馒头 孩子们都吃过了 两口子拉着板车 亲自将夜兰洲和孩子们 送回小破屋 又帮着将夫皮卸下 明儿个让你大福哥来做个鸡卷 这么多鸡崽子 得捐起来 才不会跑丢 福嫂子 还得辛苦你 给我们家孩子做身衣裳 应该的 应该的 今天太晚了 明儿给我来给孩子们两尺寸 送走夜大福两口子 夜兰洲安置孩子们睡觉 他自己则进了空间 照例是洗澡 敷面膜 吃滋补药膳 睡觉 夜大福两口子 带着白面和布匹回来 家何家乐高兴地直嚷嚷 留婆子眼睛瞪得溜圆 则被道 你们也太不会过日子了 卖板凳才能赚几个辛苦钱 竟然拿去买白面 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夜大福笑道 娘 你放心 日子好着呢 留婆子直翻白眼 不会吃假 如何能好 家何娘 你也真是 咋不劝着点 福嫂子把留婆子拉到一边 压低声音 嘀嘀咕咕地 将今天发生的事情 添油加醋地说一遍 留婆子听得直瞪眼 我的老天爷呢 一天就挣了二十多两 你别是发疑症吧 福嫂子摸出一两银钉子 交给留婆子 娘 你看这是啥 留婆子定睛一看 那明晃晃晃晃的 可不就是雪花银子吗 她接过来银钉子咬了咬 顿时喜出望外 老天爷 真是银子 福嫂子笑咪咪道 兰州是个有本事的 心地又善良 跟着她干 准没错 留婆子连连点头 是是是 可真是个好孩子 难得她有善心 咱们也不能没良心 你们两口子 以后可要多照应这些 那是自然 我们明天就过去给她做活 缝补将洗 再盖个鸡卷 娘撒嘀嘀咕咕 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一大早 叶大福和福嫂子 就带着家伙神 直奔村东头 路过王婆子家时 刚好有人打招呼 福嫂子特意提高声音 喊了一嗓子 去给兰州盖鸡卷去 趁着天好 帮她缝补将洗 孤儿寡母的不容易 咱们能照应的 尽量照应这些 叶章士跑出来看 听见鸡卷两个字 眼珠子一咕噜 肚子里的坏水 就咕嘟咕嘟地冒泡泡 娘 娘 我刚才瞧见大福两口子 往那小贱人家去了 说是给他们盖鸡卷 王婆子一听 眼睛瞪得溜圆 盖鸡卷 他哪来的接 昨天他跟着大福家的进城卖药材 看样子是挣钱了 一提到钱 王婆子就眼冒绿光 把腿叫走 步子还没迈开 就顿住了 叶大福两口子在 他们现在过去 逃不了便宜 不如 老眼一转 记上心来 第十六章 大手笔 第十六章大手笔 扶嫂子很快就给孩子们量好尺寸 正要财布 叶兰洲拉着他进了厨房 嫂子 先不急 咱们先把面发上 中午吃顿好的 叶兰洲身板瘦弱 活面是个力气活 扶嫂子不等他开口 就捋起袖子抢着干 大郎过来剁肉 二郎去请留婆婆 带家和家乐过来 三郎照看好弟弟妹妹 叶兰洲一边分腹 一边摘菜 水灵灵嫩生生的剂菜还挂着露珠 是从空间拿出来的 很干净 几乎没什么黄业 不一会儿 刘婆子就带着家和家乐过来了 兰洲 是不是有啥活要干 你只管说 甭跟大娘客气 还真要麻烦您老大把手呢 中午蒸包子 一大堆琐碎活剂 刘婆子一看 大郎正乒乒乓乓的剁肉 眼睛瞪得同龄样大 乖乖 小妮子也太大手大脚了 财主老爷家也不敢这样吃喝啊 娘 你帮着剁肉 孩子们玩去吧 扶嫂子笑呵呵的招呼 哎 好 刘婆子愣愣正正的接过刀 呲牙咧嘴的剁肉 孩子们在院子里晒太阳 逗小鸡崽子玩 杂杂呼呼的 屋顶都快掀翻了 厨房里 三个女人有说有笑 热火朝天的忙着 发面 揉面 剁肉 剂菜焯水剁碎 半馅 赶皮子 包包子 有条不稳 叶大福手脚利索 做事很快 她先将院子里的一脚整平 用手臂粗的木桩固定住四角 然后用竹片搭一圈篱笆 鸡卷就出去雏形了 接着 她用竹片编织成一块垫板 放在鸡卷底部 垫板上铺着干草 做了几个窝 方便鸡鸭鹅以后下蛋用 篱笆外圈架着一道长长的石槽 鸡鸭鹅可以将脑袋伸出来取食 既干净 又不浪费 鸡圈带好 包子出锅 孩子们 开饭了 猪肉鸡菜线的包子 又鲜又软 喷香扑鼻 孩子们口水都快流到裤腰带上了 一窝蜂的拥进厨房 家和家乐一年到头不见昏心 馋得眼冒绿光 支棱着黑乎乎的小手就要抓 扶嫂子脸一板 呵斥家和家乐 没规矩 夜兰舟笑着拦住她 孩子嘛 都这样 大郎去打水 带弟弟妹妹们把手洗干净先 两锅包子呢 管够 孩子们欢呼着去洗手 然后呲溜着口水过来拿包子 大孩子一手一个 小孩子两手捧着 蹲在墙根下晒着太阳 啃得欢事 扶嫂子将方桌搬到院子里 夜兰舟端包子 留婆子端米汤 夜大夫盖好鸡卷 正在修补篱笆墙 大夫哥 先吃饭吧 夜大夫抬起头 有黑的脸上满是憨厚的笑 你们先吃 我修好篱笆再吃 吃吧饭再修吧 房顶上好几个洞 一下雨就漏 还得劳烦你一并修修 夜大夫这才放下工具 过去洗手 然后端起一碗米汤 拿上两个包子 跟孩子们蹲在一起吃 夜兰舟知道她是避嫌 怕惹人闲话 也不去叫她 留婆子边吃包子 边长须短叹地念叨着 太奢侈 不是过日子的 大娘 看你说的 你们全家来帮我干活 我要是连炖像样的饭都不管 那还像话吗 如今日子不好过 我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 咱们今儿个就对付着吃一口 等往后赚大钱下馆子 山珍海味暴身赤度的 咱们也尝尝 留婆子呲牙咧嘴 只当她是孩子家 不知天高地厚 信口胡吹 下午 留婆子帮着将洗衣服 扶嫂子动手剪裁 叶大福把篱笆修不好 房顶的漏洞堵上 屋前屋后检查一遍 最后又把院子前那一片空地上的草厨干净 得翻一遍 扶嫂子说 妹子 明儿一早 我来帮你种菜 院子里 这块地能种不少呢 留婆子连忙主动将火揽过来 菜我来种 你们俩去采药 叶兰洲一愣 笑着点头 唉 那就辛苦大娘了 她远想休息两天来着 不料留婆子赚钱上瘾 压根不让她闲 叶兰洲留他们吃过晚饭再走 扶嫂子说什么都不肯 只嚷着过意不去 她没法子 装了一提兰包子 好说歹说 让他们拎回去 晚饭后 安置孩子们睡觉 大郎心疼得不行 掰着手指头算账 娘 二斤肉八十文钱 就算半斗面 二十文钱 你算十文钱 这可就是一百多文钱啊 一顿饭就没了 二郎附和着都农 吃就吃了 还给他们带着干啥 满满一篮包子 够咱们吃两天呢 叶兰洲笑骂 两个小气鬼 光看见他们吃的 怎么就看不见他们干的 人家给咱们带鸡卷 修篱笆 补屋顶 缝补将洗 剪裁衣裳 哪样问咱们收钱了 大郎撇撇嘴 肉疼得嘀咕 我也没说亏 就是心疼 娘 咱们可不能这么大吃大喝了 叶兰洲眉头一挑 故意逗他俩 原想着下回赶季去买棉花 带你们哥俩一起 既然这样 那你们还是留在家里吃野菜吧 别 别啊 娘 我们去 去 我也要去 娘带我去 大哥二哥都去过了 我还没去过呢 三郎不乐意了 小嘴撇得跟蝶子似的 好了 快睡吧 将孩子们哄睡着 叶兰洲把三十五只鸡 鸭鹅苗收进空间 然后去洗澡 吃药膳 睡觉 空间里时间过得比外面快 作物长势好 禽类产蛋糕 把鸡鸭鹅苗放进去 兴许能长快些 夜深人静 几条黑影趁着夜色 悄悄逼近 第十七章 你烧我家 我要你命 第十七章你烧我家 我要你命 小山娘 去把圈里的鸡仔都抓下去 好嘞 柱子 去厨房把里面给我搬出来 唉 不一会儿 叶章是惊讶地叫道 娘 鸡卷是空的 空的 一道苍老的女人声音响起 摸出火折子一照 顿时变了脸色 咋会是空的 鸡呢 赫然是王婆子 夜章是小声嘀咕 难道他只是先把鸡卷盖上 还没买鸡仔 有可能 王婆子点点头 去厨房 江阿大穷困潦倒 盖不起偏房 只有三间一批房 中间是用布帘子隔开的 门开在堂屋 夜主不敢走正门 怕惊醒夜兰州和孩子们 翻窗进去一看 也叫了起来 娘 只有一点米面 咋可能 他不是刚买了两十米面吗 一定是藏起来了 给我找 王婆子把火折子递进去 夜主小心翼翼地找了两间屋子 除了勉强盖住钢底子的一点米面 一无所获 他不敢去夜兰州和孩子们睡觉的东屋 就把仅有的米面装进布兜子 翻窗出去 娘 就这么点 王婆子颠了颠布兜子 左不过三五金之树 一双三角眼里顿时怒火暴涨 好啊 小剑蹄子 这是防着咱们呢 他怒气冲冲地走到鸡圈前 将火折子往里一扔 甘草剑火急燃 眨眼间 火势蔓延开来 鸡圈紧靠着篱笆建造 以竹木为主 短短几分钟就烧成一条长长的火龙 王婆子黑黑宁笑 我叫你吃 还肉包子 吃死你个小杂种 还想养鸡 做梦 我呸 小破屋坐落在村东头 距离最近一户人家 也有一二百米 半夜三更的 火烧得再大 都没人发现 夜兰州一觉睡醒 吃一碗养生粥 这才不紧不慢地离开空间 一出空间 就见火光漫天 夜兰州吓了一跳 赶忙去看孩子们 好在黄泥墙壁烧不着 又是西北风 篱笆处在下风向 火苗子只往东南窜 烟也不往屋里飘 孩子们呼呼大睡 四郎还在说梦话 念叨着 包子真好吃 夜兰州松了一口气 这才惊觉院子里有人 他心念一动 默念一声刀 手中瞬间多了一把 精致小巧的战用匕首 漫天的火光中 只见三条背影 正笑着骂着离开 那身形 分明就是王婆子 夜住和夜张事 夜兰州眸子一眯 杀鸡顿起 老巫婆 不要他狗命 他还没完没了了 夜兰州 翘无声息地逼近 奈何这具身体太过虚弱 他又几十年没跟人动过手 难免生疏 距离王婆子 只剩三米左右时 夜住察觉到有动静 猛地回头 谁 说时时那时快 夜兰州当机立断 用尽全力 将匕首朝着王婆子 后背置出 然后消失在空间中 夜住回头 什么都没看见 耳边乍然响起 王婆子的惨叫 他惊骇回头 就见王婆子身子 软绵绵地倒下 两口子连忙扶起王婆子 连声叫娘 王婆子两眼紧闭 已经昏迷过去 做了亏心事 难免担惊受怕 夜住哆哆嗦嗦地嘟闹 见鬼了 真是见鬼了 夜张是美好气地呵斥 哪来的鬼 赶紧把娘扶回去 让人瞧见就坏了 两口子软着手脚 扶起昏迷不醒的王婆子 落荒而逃 夜兰州这才从空间走出来 手里握着那把匕首 匕首映着火光 不染半点血污 幸好空间里的东西 可以随她的意念出现或消失 省了不少麻烦 只可惜 她如今的身手大不如前 那一刀力道不大 要不了王婆子的命 但也足够她吃些苦头 能消停些食欲 回头看看 竹片篱笆 已经烧得差不多了 夜兰州叫醒孩子们 直奔组长家 大半夜的被砸门声惊醒 组长挺恼火 吩咐老婆子夜里士去开门 李婆子迷瞪着眼睛 骂骂咧咧 谁啊 大晚上的不睡觉 啥要紧事啊 开门一看 夜兰州带着六个孩子 惊慌失措 灰头土脸 阿婆 不好了 我家着火了 你说啥 着火了 李婆子吓得一机灵 脑子也清醒了 人没事吧 夜兰州哽咽着摇头 人是没事 但家 家没了 人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快进来 我这就叫你组长爷去 李婆子掉头就去叫组长 然后把媳妇叫醒 让她安置几个孩子 赵婶子前个 收了夜兰州一抖面 虽说被组长好意痛训斥 但孩子们得了吃嘴 当娘的高兴 对夜兰州好感倍增 一听说她家湿了火 赵婶子连忙扶她坐下 给她倒了杯水 孩子 你先别急 咱们大家伙 不会不管你们的 孩子们 先跟我进屋写着 赵婶子把孩子们领到屋里 安排他们跟自家孩子挤着睡下 然后出来安慰夜兰州 夜兰州红着眼圈 组长问她什么 她只管摇头 我夜里起来接手 就看见火光冲天 火太大 我就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被烧毁 赵婶子唏嘘不已 可怜哪 老天爷真是不开眼 咋叫这么好的孩子 受这样多罪 组长叹了口长气 对夜兰州也是 无比同情 半个月内 先死了爹 再没了男人 年纪轻轻的寡妇 带着六个孩子 又遭了火灾 要是换了旁人 怕是早就活不下去了 李婆子怕她想不开 嘱咐赵婶子 好好看着她 等天亮再做打算 第零八章 嫁祸 第零八章嫁祸一大早 刘婆子就带着扶嫂子 来找夜兰州 不料看见的竟是一片废墟 除了四面黄泥墙 其他能烧的都烧干净了 兰州 大郎 二郎 娘俩叫了好几声 都没人应答 进屋找了一圈 幸好没看见尸首 多半是去组长家了 走 咱们去找找 娘俩正要去找 夜兰州领着组长溢嫁过来了 兰州 你和孩子们没事吧 扶嫂子快步迎上去 握着她的手 一脸焦急地询问 夜兰州红着眼圈摇头 没事 就是家全烧毁了 老天保佑 家没了还能再干 人没事就好 话虽如此 这穷乡僻壤的 能填饱肚子的都没几家 孤儿寡母拿什么盖房子 组长眉头紧锁 屋前屋后绕了一圈 忽然发现地上有血迹 有血 留婆子马上接到 昨儿个我们回家的时候还没呢 早上就有血 难不成是有人放火 放火的人受伤流血了 赵婶子道 跟着血迹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 大家齐刷刷看向组长 组长想了想 吩咐大郎二郎三郎 挨家挨户去叫人 每家派一个代表 到这里集中议事 大清早的 家家户户正在做饭 男人们还没下田 家里都有人 听说夜兰洲家失火 组长召集大家议事 不一会儿 男女老少来了上摆口子 大家一看失火后的景象 不等组长开口 大部分人都同情起夜兰洲 也有几个素日里 为人尖酸刻薄的 眼馋他又是金米白面 又是大肉包子的 说起风凉话 骂他是扫把心 招灾 组长简单说明情况 最后指着地上的血迹 义正词严的主持公道 我怀疑有人纵火 地上的血迹就是证据 只要跟着血迹走 就能找到凶手 有人纵火 那快找啊 混杂在人群中的夜主一听 顿时心虚成蜂窝霉 立即打发夜章士先走一步 趁着人还没到 赶紧把血迹清理掉 夜章士赶紧溜走 绕小路回去 从自家门口起 用铲子把血迹一点一点地铲掉 组长带领上摆口子 一路查下去 血迹赫然在夜大夫家 戛然而止 组长还没开口 扶嫂子顿时白了脸 结结巴巴地解释 不,不是我们 我们没有,没有放火 马上有人冷嘲热讽 嘿嘿 昨天还又是帮着盖鸡卷 又是帮着缝补将写 没想到夜里就去放火 这可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兰州 你那大肉包子 可真是喂狗了 泽泽 这就是眼红人家兰州会治病赚钱呗 刘婆子跳着脚跟那些人对骂 夜大夫两口子都是老实人 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句完整话 夜兰州昨夜看得清清楚楚 是夜王室带着夜主 夜章士纵火行凶 还嫁祸给夜大夫一家 他也不戳破 往前走了几步 查看一番 忽然叫了起来 组长 你看 地上有铲子铲过的痕迹 组长上前一看 果不其然 干尸痕迹对比明显 痕迹断断续续 连成一条线 一直往前延伸 分明就是有人刚刚清理过 但做得不够干净利落 几个男人围上去一看 纷纷嚷了起来 好啊 这谁啊 这么恶毒 自己放火 还要嫁祸给大夫家 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足归处置 把他们赶出去 对 不能让坏人 留在咱们村子里 夜主一看事情败露 吓得冷汗都出来了 连忙拔腿往家跑 王婆子昨天挨了一刀 伤在屁股上 要不是年老怕冷 衣裳穿得厚 屁股上肉又多 这会儿哪还有命在 他趴在床上 哼哼唧唧的喊疼 村里没别的郎中 想看病 只能去屋里外的李家村请 夜张事不耐烦地道 娘 你忍着点 组长带人查着呢 现在去请郎中 那不是找着让人怀疑吗 王婆子破口大骂 你个黑心肝的 你就是想我早死 哎呦 疼死我了 哎呦 哎呦 夜主跌跌撞撞地跑进来 惊慌失措地大叫 不好了 不好了 他们找过来了 夜张事白眼一番 慌傻 找也是找到夜大福家 干咱们啥事 你个不中用的 你把沾了血的泥缠走 也不知道踩上两脚 那干土和湿泥能一样吗 夜张事一听 也慌了 搓着手问道 那可咋办 我哪知道咋办 现在大家伙都嚷嚷着 要足鬼处置 把咱们赶出夜家村 夜主恨恨地骂道 你个败家娘们 蠢货 夜张事高大壮实 夜主金兽如猴 两口子打架 夜张事从没输过 夜主一向挺怕他 夜张事脸一寒 骂道 你不蠢 你不蠢咋放的火都放不利索 索性烧死那几个小畜生 不就啥事都没了 王婆子瞪着眼睛大鹤 都给我闭嘴 夜主和夜张事 互相瞪对方一眼 谁也不负谁 柱子 你去李家村请郎中 小山娘 你去做饭 就当没这回事 一会儿 他们要是找到这里 我来应付 夜主本就是个没主意的 王婆子怎么吩咐 他就怎么做 夜张事虽然担心 但没别的法子 静自去厨房烧火做饭 组长带着大队人马 浩浩荡荡的一路查下来 很快就查到了夜主家 第零一九章 真正的凶手 第零一九章 真正的凶手人群 呼啦一下涌进来 将篱笆都挤塌了 又是王婆子 王婆子 你也太恶毒了吧 兰州好歹是你亲孙女 这大儿子刚死 你就要烧死孙女 你也不怕你大儿子半夜找你吗 什么愁什么愿啊 这样难为一个孩子家 王婆子趴在床上 扫一眼永进屋的几个妇人 有气无力地眯着眼睛直哼哼 组长领着夜兰州走进来 威严地道 王婆子 咋又是你 王婆子这才气若犹斯地开口 组长 出啥事了 装 你还装 昨夜里 你们一家子黑心肝地 放火烧了兰州的屋子 还栽赃给大夫家 可真是不要脸到家了 你胡说啥 王婆子半死不活地哼哼 我昨天早上起来就不得劲 头疼 恶心 躺了一天就喝了半碗水 一口饭都没吃 夜里又拉又吐 床都下不了 我哪来的力气去放火 夜张是记着围裙走来 满脸焦急 娘 你好些了吗 小山爹去李家村请郎中了 你撑着点 王婆子脸色惨白 说一句话就喘上半天 病病歪歪的模样 不像是装的 有几个人信了 嚷着叫着 要去下一家查问 刘婆子冷笑道 咱们在地上发现一溜血迹 到你家院子里就没了 可巧 你就病得下不来床 你敢不敢让我们检查 要是你没哪里出血 那就不是你干的 王婆子脸一虎 立声道 放屁 我虽然是个老婆子 可也是女人 哪能让你们检查身子 咱们都是女人 女人检查女人 也不算毁了你的清白 老少爷们都出去 来几个洗漱作证 咱们看看 王婆子到底是病了 还是伤了 刘婆子说着 就要动手掀被子 王婆子急得 差点当场避过气去 夜张是死命拦着 瞧这情形 大家心里都有数 必然是王婆子放的火无遗 夜兰洲这才站出来 还没开口 先哽咽一番 这身子真是绝了 装可怜是把好手 她根本控制不住眼泪 各位书白大爷 沈子大娘 奶奶虽然不喜欢我 但我想 不至于非要烧死我不可 王婆子着急上火 没顾得仔细琢磨 夜兰洲的话 连忙点头接口 对对对 我们是亲祖孙 我咋会想要烧死你呢 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 哄堂大笑 族长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就当是我命不好 灾气重 我谁也不愿 年纪轻轻的寡妇 带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 艰难度日 本就很惹人同情 夜兰洲一番忍让 人人都当他是怕茶个水落石出 王婆子一家 会受到足归惩戒 他不忍心追究奶奶二叔的罪过 这才忍气吞声 兰洲是个好孩子 王婆子 你有这么好的孙女 可真是祖上鸡大德了 乌鸦养出个金凤黄 则则 夜兰洲身袖子抹抹眼泪 囊着鼻子说 奶 你病了 我给你瞧瞧吧 王婆子哪敢让他瞧 生怕他不动声色地弄死自己 连连摇头 你小妮子会瞧啥 你二叔已经去请郎中了 夜章是教导 兰洲都说到此为止了 你们还不走 等着我请你们吃饭吗 他一开口 红笑声更大了 王婆子恨铁不成钢地瞪他一眼 没脑子的蠢货 不打自招 王婆子嘴上说是病了 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一定是受了伤 既然夜兰洲有意稀释宁人 族长也就借颇下驴 反正王婆子已经受到了惩罚 多少能消停一阵子 辅嫂子忧心忡忡地问 兰洲的房子烧毁了 他还带着六个孩子呢 以后可咋办 有人提议 反正墙没他 大家伙帮着修补一下 重新盖个顶 还能助人 赵婶子不放心 那房子离最近一户人家 多有小半里地 出了啥事 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 这一次是没烧到人 要是再有下一次 那可咋办 族长沉着脸 拧着眉头 陷入思索 忽然 刘婆子提议道 要不 让他们住到我家隔壁去 叶大夫家隔壁有座空屋子 屋主幼年丧父 中年丧妻 老年丧子 孤苦伶仃地死在家中 失身臭了才被人发现 一张草席裹着 随地扒坑草草埋了 大伙都说 那屋子风水不好 虽然地方挺大 但没人打过主意 福嫂子犹豫着提了一嘴风水 叶兰洲可不信这一套 我们孤儿寡母的 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知足了 哪还管得了风水不风水的 再说我这命 也不怕风水不好了 大家伙又是好一番唏嘘 都赞同让叶兰洲带着孩子 住进空屋子 族长点了头 叮嘱左邻右舍帮衬着点 地里活不忙的 都去帮着整理安顿 小破屋的东西 全都烧光了 根本就没有能收拾的 叶大夫一家 以及赵婶子 李婆子花了一天时间 帮忙打扫干净 这就算是搬家了 家里失了火 柴米油盐都烧干净了 连刘大娘婶子们吃顿饭都不行 真是对不住大家 扶嫂子大手一挥 满不在乎 嗨 你跟我们客气啥 今晚你带着孩子们来我家睡 明天咱们去镇上采买东西 叶兰洲点点头 领着孩子们跟着扶嫂子过去 扶嫂子一直骂骂咧咧 怪叶兰洲没查到底 分明就是王婆子干的 你咋就饶过她了 叶兰洲叹口气 黯然道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我爹 我也不能真让族长处置她 扶嫂子长须短叹 直怪老天爷不开眼 让那么好的孩子 遭受一查接一查的苦难 第二十章 知道越多 死得越快 第二十章知道越多 死得越快 王婆子躲过一劫 松了一口大气 叶住请来郎中 给她包扎伤口 敷了药 要是开芳子熬药 那得三十文前一副 连敷七天 就是二百一十文 加上外伤敷药 出诊费用 一共是二百六十文 二百六十文 你咋不去抢 王婆子心口一疼 差点一口气上不来 当场绝过去 李郎中轻蔑地翻了个白眼 大手一摊 那就不开药 你慢慢熬着 五十文钱 拿来吧 王婆子呲牙咧嘴地直抽冷气 疼得要命 实在难以忍受 可开药属实太贵 家里都快借不开锅了 哪有钱开药 能不能少点 二百多文钱 我们家实在是拿不出来啊 买米买面有还价的 买药哪有还价的 赶紧的 拿钱来 王婆子哼哼唧唧的 还想讨价还价 李郎中不耐烦地道 没钱就忍着 这大冷天的 我来回十多里地 你还想赖账不成 附近几个村子 只剩下这么一个郎中 要是得罪了他 以后家里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 那就麻烦了 王婆子没奈何 磨磨叽叽地 磨出贴身藏着的钱袋子 掏出一把铜板 数出五十枚 又拿回去两个 李郎中气得直瞪眼 业主推推嗓嗓地 就把人往外捏 出来王婆子家 李郎中还不住口地 骂骂咧咧 连药费都赖 留着那两个钱 买棺材去吧 屋里 王婆子呲牙咧嘴 心疼那四十八个铜板 小贱人 都是他害的 早晚我要收拾他 叶张氏心里有点发虚 刚刚躲过一劫 心有余悸 娘 你说这事怪不怪 名里没人 你咋就留着老多些 这没刀没剪子的 咋回事啊 王婆子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明明感觉到 屁股被什么东西击中 可当晚却没人接近 更没有任何凶器 那他这伤是哪来的 娘 你说 是不是真有鬼啊 是不是大哥他 叶张氏吞了吞口水 紧张地四下李扫尸 胡说 老大是我儿子 他就算真回来 也不会要他娘的命 叶张氏直撇嘴 不以为然 那可不好说 你把他女儿 嫁给死鬼姜阿大 还要嫁给李傻子 又放火烧他家 大哥他 闭嘴 王婆子脸色铁青 狠狠弯他眼 没你的份 我这样做 都是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 让家里的日子好过些 叶张氏信性地耸耸间 去厨房忙活 王婆子忍不住小声嘀咕 难不成这是老大回来了 一大早 叶大福就赶着牛车 带着福嫂子和叶兰州 去镇上采买东西 一淡米 一淡面 两升菜油 二斤盐 一百斤棉花 又扯了五匹布做背面 割了二斤肉 买了一大块白花花的猪板油 算算账 花去将近六两银子 叶大福两口子看得一愣一愣的 卖桌子板凳橱柜一个 几顶天七八十文 半天功夫 叶兰州就花去他卖两年板凳的钱 到了晌午 叶兰州买来猪头肉和白面馒头 一人一碗大肉馄饨 馄饨刚端上桌 光当一声响 大刀就砸在桌面上了 叶兰州一看那刀 太阳穴就控制不住地突突起来 他咽下嘴里的馒头 加猪头肉 叹口气说 我说刀巴兄 你能不能对我客气点 刀巴脸咧嘴一笑 呲着一口大黄牙 嘿嘿 你怎么知道是我 叶兰州指了指他的刀 又是找我看病的 刀巴脸不好意思地指脑脑袋 姑娘 有劳了 叶大福两口子被吓得一哆嗦 看清来人之后不但不怕 反而激动起来了 这伙人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虽说看着一脸凶相 但不会伤害他们 而且出手大方 这样的好事 要是再多来几次 他们可就发财了 叶兰州一口馄饨 一口馒头 不紧不慢地吃完 抹了抹嘴 这才站起身 走吧 叶大福两口子挺自觉 赶着牛车跟着走 依然是那座荒废的院子 那几个外伤感染的病患 经过前天的输液治疗 全部退烧 除了两个休克的 其他人都能坐起身喝点米汤了 叶兰州给他们检查过后 心里有了数 这几个人的命都能保住 刀巴脸不等叶兰州吩咐 就关门离开 叶兰州给病人用上药 等他们睡着 再次输液 前时他晚年致力于研究新药 还喜欢捣鼓古艺方子 加以改进 家中备有各种常用的医疗器具 输液用过的针管器具 收回进空间之后 会自动进化 可以重复使用 忙活完 叶兰州离开房间 刀巴脸搬来一把椅子 招呼叶兰州坐 敢问姑娘贵心 免贵姓叶 叶姑娘的医术 可真是神了 老实说 我那两个伤得最重的兄弟 我们都不抱希望了 没想到金姑娘治疗一次 嘿 昨日居然醒了一会 叶兰州腰杆子挺得笔直 微微一笑 没之声 端地是一副世外高人模样 叶姑娘 难道就不好奇 我们是干什么的 刀巴脸十分纳闷 寻常人遇见这种事 早就吓昏过去了 这姑娘瞧着 也就十来岁 倒是挺有胆识 叶兰州淡淡道 知道的越多 死的越快 我只是一个大夫 只负责治病救人 其他的与我无关 刀巴脸 眉头挑得老高 嘖嘖连声 他正想解释 忽听一道清烈冷漠的声音传来 倒是识去 第零二妖章 别拿刀子 拿银子 第零二妖章 别拿刀子 拿银子 叶兰州抬眸一看 那茶色同眸的男子 不知何时走入院中 初八跟在他身侧 笑道 叶姑娘别怕 我们不是坏人 叶兰州不在乎他们是好是坏 他看病 他们给钱 那就行了 男人眼神空洞洞的 不知看向哪里 仿佛是神游天外 我们护送一批标银北上 陆遇盗匪打劫 遭了埋伏 兄弟们伤亡惨重 德蒙姑娘出手相救 不胜感激 叶兰州有些意外 没想到他会主动解释 叶大福南南 原来是标诗啊 扶嫂子点头 我就说嘛 看这些人的做派 也不像是坏人 坏人都是拿刀子说话的 谁套银子啊 叶兰州神色淡淡的 不置可否 他们或许未必是坏人 但绝对不是标诗那么简单 两个时辰后再进去 还是之前的药方与用量 刀疤脸连连印好 叶兰州瞧着他脸上那刀疤 诞生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初六 下次找我看病 别拿刀子 拿银子 初六黑黑一笑 窘迫的挠头 怪不好意思的 叶兰州心念一动 手中瞬间 多了个精致的圆铁盒子 约莫清凉油大小 这个给你 每天早晚洗净脸后涂抹 能去掉你脸上的疤 初六满不在乎的摆了摆手 姑娘的好业 我心领了 男子汉大丈夫 一到八而已 不打紧 就不遭他姑娘的神药了 叶兰州也不多说 收回圆铁盒子 是一叶大福两口子可以走了 这次没等他开口 茶色眼眸的男人 初六取出一叮银子递给他 叶兰州也不客气 接过来往怀里一揣 朝后摆摆手 上了牛车 扶嫂子吸了口气 不胜感慨 还是兰州妹子有本事 这么半天功夫 又挣了二十两 叶兰州笑笑 掏出一两银子 塞进扶嫂子手里 扶嫂子连忙推辞 不不不 这回俺两口子又没帮上忙 俺不能要 叶兰州笑笑 往棉花袋子上一躺 两手整在脑后 闭目养神 扶嫂子抿了抿嘴唇 看一眼叶大福 这才把银子 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 拍了又拍 回到家 也就下午三点钟的样子 按照这里的说法 刚到身时 叶大福拉来一套 县城的桌椅板凳 床柜碗除 扶嫂子 留婆子帮着归制 大建家具一放 屋子顿时不那么空落了 叶兰州吩咐大郎去请李婆子 赵婶子过来 帮着缝被子 不一会儿 李婆子 赵婶子都过来了 还带着两个劲儿 十四岁的巧枝 十二岁的巧花 穷苦人家的女孩 小小年纪 就会才一做饭 能干不少活 叶兰州的原生 因为身体不好 汤药不离口 没做过什么活 闲暇时候无聊 便读书识字 晒晒药草 留婆子 扶嫂子 李婆子 赵婶子 四个女人帮着缝被子 巧枝 巧花帮忙生火做饭 叶兰州先把猪板油熬上 白花花地装了大半铁罐 油渣剁碎 从扶嫂子家地里 耗几个水灵灵的萝卜 切丝半馅 萝卜焯水的功夫 顺便煮几个鸡蛋 孩子们一人一个 先让他们解解馋 巧枝和好面 巧花擀皮子 叶兰州和巧花包饺子 兰州姐 你身子不好 歇着吧 我们俩干就行 这么多人吃呢 你们俩得包到什么时候 叶兰州把大狼二狼叫进来 让他们也学着包 家和 迦勒带着三郎 他们几个在屋后投完 杂杂呼呼的 活像一窝麻雀 王婆子受了伤 趴在床上起不来身 又花了一笔药费 气正不顺 看哪儿哪儿不得劲 动不动就发火 叶小山 叶小和正是人见人闲 狗见狗烦的年纪 调皮捣蛋 一天能挨八回骂 两个黑兽猴子 骂骂咧咧地走出家门 漫无目的地四处晃荡 咱奶又骂人 烦死了 谁让他干亏心事 鸡没偷着 屁股上豁个大口子 就拿咱哥俩出气 两人你一嘴我一嘴地抱怨 听见前头叽叽喳喳热闹非凡 忙撒鸭子跑过去看 家和家乐只有过生时 才能吃上一个煮鸡蛋 格外珍惜 两手捧着不舍地吃 扎八扎八嘴 吞吞口水 掰下一小块 在嘴里含半天 才舍得咽下去 叶小山一眼瞧见 兄弟俩手里的鸡蛋 口水瞬间拉得老长 三郎笑话他们 咋还没吃完呢 看你们那抠嗖样 家和家乐也不恼 津津有味地扎八嘴 快吃吧 我娘正包饺子呢 一会儿就有大肉饺子吃了 三郎紧急夜兰州的吩咐 为人大防险 不会吃亏的 叶小山叶小和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呆了呆 拔腿就往家里跑 娘 娘 我要吃鸡蛋 我也要 我还要吃饺子 叶小山叶小和 揪住叶张氏的衣服 嗷嗷叫着要吃的 叶张氏脸一黑 瞪他们一眼 吃啥鸡蛋饺子 我上哪儿给你们弄去 滚一边去 别添乱 叶小山叶小和不一 跺着脚大叫 兰州姐就给三郎他们吃鸡蛋 还给家何家乐吃 他们正包饺子呢 肉的 兰州姐都给家何家乐吃鸡蛋了 那我们是他弟 他也得给我们吃 娘 你去问他要 王婆子在屋里听得真切 扬声叫唤 小山 小和 你们说啥 第二十二章 以退为进 第二十二章 以退为进叶小山叶小和跑进屋 将刚才看见的 添油加醋地说一遍 兰州姐屋里飘出了香味 老远就闻见了 可香了 奶 你去叫他给我们也拿些鸡蛋饺子呗 你是他奶 他得听你的 王婆子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后曹亚摸得咯吱咯咯吱响 一把火没烧死 那个小贱人也就罢了 他居然还有钱大吃大喝 江阿大 到底给他留了多少家当 他到底藏哪儿了 叶小山叶小和 惦记着鸡蛋和饺子 不住地吞口水 摸着王婆子 去问叶兰州要吃的 王婆子脸色阴沉沉的 把两个孩子训斥一通 撵出屋去 叶小山叶小和 好东西没吃到嘴里 反倒挨了一通骂 大的气得半死 小的又哭又闹 把王婆子气得 又把叶张氏好一通呵斥 叶张氏这两天 没少挨王婆子数落 也憋着一口气 把两个孩子打了一顿 老的骂骂咧咧 小的鬼哭狼嚎 一时间乱作一团 叶兰州那边 却是祥和一片 其乐融融 叶大福端着碗 跟孩子们蹲在堂屋吃饺子 几个女人们 则在厨房有说有笑 今天只来得及做一扑一盖 兰州妹子 你先对付着睡一晚 明天我们再来做 好嘞 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赵婶子摆摆手 抹着嘴角说 嗨 乡里乡亲的 你又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就甭跟我们客气了 有啥活 你只管说 咱们能干的 一定给你搬离锁了 谢谢婶子 晚饭后 叶兰州拿出两个布口袋 每个口袋里 装着一斗米一斗面 分别送给留婆子和李婆子 两人推辞不要 叶兰州说什么都要让他们收下 好一番拉扯 他们才盛情难去地收下 叶兰州装了两大碗饺子 放在提兰里 递给赵婶子 婶子 这两碗饺子 你带家去 给族长和有德书尝尝 赵婶子刚要推辞 叶兰州不由分说地 将提兰塞进她手里 把赵婶子感动得 不知说什么是好 送走两家人 叶兰州拴上门 带着孩子们睡觉 大郎憋着一肚子疑问 昨天在扶嫂子家不方便问 今天实在是忍不住了 娘 明明查出来是谁放的火 你为什么不追究 族长都说了 要把他们赶出叶家村 为什么要放过他们 二郎三郎也郁闷地瞧着她 既不解 又不爽 叶兰州认真的解释 半点没将他们 当成小孩子来敷衍 乡亲们知道是他们干的 都对他们很不满 而咱们是受害者 乡亲们都是同情咱们的 但他们毕竟是我的长辈 如果我执意追究下去 族长未必真的会把他们赶出叶家村 但乡亲们难免会认为 我得礼不饶人 对自己的亲奶奶二叔一家 赶尽杀绝 再者 咱们挣了钱 能吃上鸡蛋肉包子 肯定会惹人眼红 保不齐就有人打歪主意 他们打咱们的歪主意 几次三番都没得逞 反而惹得乡亲们很不满 有他们做榜样 其他想打歪主意的 就不敢轻举妄动 一旦他们真的被赶出叶家村 其他人眼红咱们 想害咱们 人家在暗处 咱们在明处 如何能应付得来 不如稀释宁人 反倒让人觉得咱们大度 记得了同情 又落下好名声 还能趁机笼络一些忠厚善良的人 往后咱们在叶家村 才有立足之地 三郎似懂非懂 大郎二郎听着听着 拉长的小脸就怂缓了 娘 你想得真周到 大郎夸赞 你们以后遇到事 也要多想想再做决定 孩子们连连点头 安置孩子们睡下 叶兰洲将里面油盐等物 全部收入空间 屋前屋后检查一遍 确定没什么问题 才进入空间休息 王婆子伤还没好 叶住耸祸一个 叶张式色力内人 一时半会的不敢作妖 一日清晨 扶嫂子他们 早早就来帮着缝被子 叶大福重新搭了的鸡卷 宽敞牢固 叶兰洲托叶大福 打一副子母床 打算跟几个大孩子分床睡 大福哥 你啥时候去镇上 帮我捎几张鱼网地龙 要那干啥 我瞧着山脚有条河 想试试看能不能捕到鱼 那河里哪有鱼 大家伙早就捞过多少回了 连个指头肚大的小鱼娃娃 都没捞着过 反正大福哥 你帮我捎着呗 叶大福嘀嘀咕咕地 劝了两句 也就不作声了 到一边去翻地 四个女人忙活一整天 一共缝了三条褥子 三条厚被子 三条薄被子 剩下的棉花 留着做棉衣棉裤 孩子们在院子里撒着欢 嚷嚷着有家了 叶兰洲也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又过了一关 只是 叶家村中归不是宜居之地 得尽快多攒些钱 带孩子们搬到好些的地方生活 一连过了十多天消停日子 白天采药 晚上回空间休息 叶兰洲明显感觉到 身上有力多了 照照镜子 脸蛋也风润了些 不再是一副难民样 有了金米白面 鸡鸭鹅蛋 隔两三天 还能炖上一条大肥鱼 每天都能吃饱肚子 孩子们也长肉了 气色一天比一天好 第二十三章 小贼上门 第二十三章 小贼上门这天府嫂子 来叫叶兰洲 去镇上赶急卖药材 见大郎正在喂鸡 走过去看了一眼 这就是前些天 买的小鸡宅子 咋长这么快 大郎天天喂鸡 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府嫂子见叶兰洲走过来 问道 兰洲妹子 你这鸡咋长得这么快 叶兰洲眨眨眼 一脸茫然 是吗 我也不知道 都是大郎喂的 你问他 府嫂子在鸡卷前走了两三趟 越看越稀奇 大郎腰杆子挺得笔直 胸脯拍得砰砰响 昂着小脑袋 骄傲地炫耀 婶子 你看 我喂鸡喂的好吧 府嫂子百思不得其解 他家的小鸡 是自家母鸡肤的 比叶兰洲家的还早几天 连他家的一半大都没有 在看院子里 碧油油的一片 苗苗都长出好几片叶子了 奇怪 真是奇怪 兰洲 你这种的是啥 我咋从来没见过 叶兰洲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就那天在集上随便买了点种子 管他呢 能吃就行 府嫂子里里歪歪转了一圈 一个劲儿摇脑袋 叶兰洲连忙拉住他 嫂子 不是说要去镇上吗 走吧 别磨蹭了 府嫂子一拍大腿 看我这记性 差点耽误正事 叶兰洲打发孩子们 去叶大福家玩 中午跟着留婆子吃 他们刚走没多大会儿 后墙根处溜出来两道瘦弱的身影 赫然是叶小山叶小和 哥儿俩惦记叶兰洲家里的鸡蛋 足足惦记了十多天 好不容易等到叶兰洲去镇上 大郎他们都不在家 哥儿俩就按捺不住了 由于是荒废已久的宅子 还没来得及坐里把篮围墙 叶小山 叶小和顺着后墙根溜到门口 贼没鼠眼的四下里扫尸一圈 很好 没人 哥儿俩交换了个眼神 叶小山捡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 用力砸厨房的窗框 木质窗框腐朽透顶 只勉强保留着一个框架 几下就被砸烂了 叶小山从破洞钻进去 一眼就被两口大缸给吸引了 跑过去一看 好家伙 满满一缸晶莹剔透的大米 和白的耀眼的面粉 叶小山口水刺溜一下冒出来了 他身袖子一抹嘴 眼冒绿光的环石厨房 案板底下的柳条筐里 满满一筐蛋 蛋粉的鸡蛋 青皮的鸭蛋 还有白皮的鹅蛋 比拳头都大 叶小山凭住呼吸 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一手一个 抓住两个鹅蛋就往嘴里送 快到嘴边 他才反应过来 这是生的 不能吃 他连忙把两个鹅蛋揣进兜里 把衣都塞得满满当当 看着柳条筐里满满的蛋 叶小山急眼了 蹬蹬蹬地跑过去 叫叶小和 小和 快来 有好多蛋 叶小和连忙手脚并用的翻窗进来 一看见那么多蛋 他也惊呆了 愣了一下 就没命似地扑过去 哥俩将衣都塞满 意犹未尽 哥 咱们连筐一起抬回去吧 叶小山眉头皱紧 唉声叹气 咋抬 蛋容易碎 窗子又高 不好过去 再说 抬这么多蛋 要是给人撞见了 那就坏了 叶小和也愁得不行 那咋办 就拿这几个 都不够塞牙缝的 叶小山想了想说 要不这样 咱们先放回家去 再过来拿 反正他们去镇上了 不到天黑回不来 好好好 哥俩一拍即合 叶小山掀翻窗户出去 落地时碰了一下 碎了两个蛋 把他心疼的呲牙咧嘴 跟拿刀子割肉似的 哎呦喂 碎了俩 小和 你可仔细点 别把蛋碰碎了 叶小和正翻窗呢 刚跨过来一条腿 骑在窗台上 叶小山不叫还好 他一叫 叶小和心里一慌 身子一挺 脑袋撞在黄泥墙上 死 叶小和抽了口冷气 身子一歪 往下栽倒 原本他可以抓住窗框 但窗框被哥俩砸掉了 他又怕摔着弹 硬是俩守护住一兜 大头朝下 成道栽丛摔了个扎实 窗台说高不高 说低不低 磕着别处倒也没什么 偏偏磕了后脑勺 紧接着一个后滚翻 淡青淡黄躺了一地 哎呦 叫你仔细点 现在淡全碎了吧 叶小山心疼得要死 骂骂咧咧地去拉叶小和 叶小和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叶小山拉了两下没拉动 有些慌了 小和 小和 叶小山怕惊动左邻右舍 不敢大叫 急得用力推他 叶小和半点反应都没有 叶小山急得一脑门子汗 既怕叶小和摔出个好歹来 又怕被邻居发现他俩做贼 这时 大狼带领着一群孩子们 叽叽喳喳地过来了 叶兰州临走前 把钥匙交给他 对他说 中午想吃什么 就叫刘婆子做 家里的米面蛋肉随便拿 投茶韭菜 正是最鲜嫩之时 刘婆子家种着一棋 绿油油长得可旺盛了 家和说想吃韭菜馅的饺子 大狼就带着他们 过来拿肉和蛋 到了家门口 就见叶小山 叶小和一个蹲着 一个趴着 大狼怀里抱着五狼 一个剑步冲上去 立声质问 你们在干什么 叶小山一看 顿时六身无主 顾不得叶小和 拔腿就跑 二狼抱着妖魅 两个大歇的都追不上 家和家乐自告奋勇去追 不料叶小山跑得很快 一溜烟就拐过弯 一边跑一边高声叫嚷 娘 娘 有人打我 第零二四章 反咬一口 第零二四章 反咬一口大狼 连忙叫回家和家乐 让他们别追了 他上前查看叶小和的情况 发现他两眼紧闭 不省人事 地上一摊蛋液 再看看空洞洞的窗口 满地的碎木片 心里血量 臭不要脸的一家子 老的小的都是贼 大狼知道 叶小山肯定会回家 叫人过来胡搅蛮缠 连忙安排应对 家和去叫阿婆 二狼去叫西隔壁的王大娘 三狼去请组长 家乐去请南边的那几位婶子大娘 我去叫北边的几位婶子大娘们过来 孩子们一窝风散去 各干各的 王婆子还下不来床 叶小山只能去找叶张氏 娘 有人打我和弟弟 把弟弟打晕过去了 叶小山不敢说 叶小和是去偷蛋摔晕了 只能说是被打晕的 叶张氏一听 顿时火冒三丈 抄起砍柴刀 领着叶小山就去算账 叶兰州不在家 叶小山底气十足 就大郎他们几个孩子 不足为惧 不料 拐过弯 叶小山就傻眼了 叶兰州家门口 围着十多个人 刘婆子正在拍着大腿叫骂 丧天良妖 一家子没一个好东西 老的老的做贼 小的小的也偷东西 看看 看看 这就是手脚不干净的下场 叶小山耸了 腿肚子直哆嗦 叶张氏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见那么多人围在一起 心口吐的一颤 连忙分开人群挤了进去 小和 小和 叶张氏尖叫着 抱起叶小和 叫了两声眉醒 一抹鼻息 还有气 他松了一口气 把叶小和放回地上 掐着腰破口大骂 哪个黑心丹的打我儿子哟 对着孩子下手 还有没有人信哟 谁 谁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老娘跟你拼了 刘婆子冷笑 你教出的好儿子 趁兰州家里没人 跑进去偷东西 自己摔着 还有脸赖别人 胡说 叶张氏眼睛瞪得跟同龄似的 一蹦三尺高 刘婆子 别以为你年纪大 就可以血口喷人 我们家小和不是那样的人 那你倒是说 叶小和一兜里的蛋是哪来的 刘婆子翻着白眼讥笑 叶张氏不由闷了口气 定睛一看 叶小和身下果然有一滩蛋液 更没用的东西 偷个蛋都不坏 叶张氏心里吐槽 嘴上却硬气得很 俺家鸡下的 咋 不行啊 你家鸡能下出来鹅蛋 叶张氏死鸭子嘴硬 那是鸭蛋 咋 你瞎啊 鸭蛋壳跟鹅蛋壳很像 碎了之后 确实很难分辨 刘婆子吃了个哑巴亏 气得胸口起伏不定 大狼忽然说 叶小山豆里鼓鼓的 一定是蛋 拿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叶小山一听 立刻两手捂住都 结结巴巴 捂我眉头 捂我家的蛋 咋 不行我家的鸡下蛋 大狼把五狼往地上一放 一个箭步冲过去 一把打开叶小山的手 叶小山做了亏心事 只顾着藏椰 又怕大狼动作粗鲁 把蛋弄碎 死命地护着 大狼用力撕他的一兜 刺拉一声 一兜撕开的口子 两颗蛋掉落 叶小山下意识去接蛋 他刚一松手 大狼就从他兜里 掏出两个硕大的鹅蛋 这小子贪心 只捡大的哪 鹅食量大 下蛋少 好几天才下一个 村民们都不乐意养 整个村就三五家养鹅 一共不超过十只 而王婆子家 并没有养鹅 大狼将鹅蛋举高 转了一圈 大家看 这就是证据 叶小山脸仗得通红 低着头不敢吭声 大家哄笑起来 几个跟王婆子不对付的 纷纷指指点点 这叫什么 上梁不正下梁歪 老的还趴在床上起步来 小的又来做贼 这下可好 头鸡不成十把米 嘿嘿 老天有眼哦 不叫坏人得逞 叶章士恼羞成怒 一把揪住大狼的领口 用力一嗓 恶狠狠地破口大骂 你个小畜生放屁 你家也没养鹅 你家的鹅蛋是哪来的 你娘去镇上几次 可都没见他买蛋回来 大狼顿时哑口无言 娘说过 简单的是不能对外人说 要不然大家都去捡 他们就捡不到了 叶章士一看大狼不吭声 顿时得意起来 恐怕 你们家的蛋来路也不正吧 说不定就是偷我家的呢 我就纳闷 我家的蛋 怎么越来越少了 微观的女人们一听这话 纷纷骂叶章士不要脸 人家兰州什么时候买的蛋 还要告诉你 就是 人家兰州有本事 会采药会治病 能挣钱 人家买得起鹅蛋 叶章士 你儿子兜里的鹅蛋是哪来的 你家穷的揭不开锅 可没钱买 叶章士色力那人的大叫 要你管 王婆子不在 几个女人一起发难 叶章士顿时手足无措 骂都不知道该怎么骂 正吵吵嚷嚷着 组长和李婆子 赵婶子一起来了 马上有人七嘴八舌的 向组长介绍情况 组长一看 顿时气得蹊跷声言 叶章士 你们家当真是没完没了了 上次失火的事情 大伙心知肚明 兰州大度 念着亲情不跟你们计较 你们反倒打蛇随棍上 彻底不要老脸了 是吧 叶章士骨子里停损 组长一发火 他连还嘴都不敢 看来 我真要召开组中大会 不发落 你们不行了 叶章士一听 腿肚子都哆嗦了 组长 不 不是这样的 我们 他看了眼气息奄奄的叶小和 又急又气 孩子小 不懂事 您甭跟他一般见识 组长瞬间黑脸 大伙哄堂大笑 这个叶章士 真是没脑子 到姥姥家了 竟将组长跟叶小和相提并论 留婆子黑黑直笑 你那个贼儿子 还半死不活的呢 你不赶紧拉回家去请郎中 咋 等着阎王爷来收他 叶章士一哆嗦 什么都顾不得了 抱起叶小和就跑 叶小山灰头土脸的跟着 但摔碎的摔碎 被抢的被抢 一个都没捞着 还把弟弟给摔晕了 娘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 今晚肯定会打死他 都散了吧 组长挥挥手 余怒未消 大伙三三两两地散去 大郎开了门 拿出十个鸡蛋 一大瓢面 让留婆子包饺子吃 叶章士回到家 先把叶小和放在床上 然后把叶小山叫过来 抄起条肘疙瘩就走 一时间 孩子尖利的哭嚎声 响彻半个村子 第25章 麻烦找上门 第25章 麻烦找上门 这次去镇上 照例是先卖药材 然后叶兰洲 找了个空子偷溜出去 卖蛋和鱼 中间隔了十多天 又有鱼网 收获封后 送了好几家客栈 饭庄 酒家 揣着十多两岁银子 叶兰洲心里热乎乎的 照这样下去 要不了多久 他就能攒出 在镇上买一座小宅子的钱 就可以带着孩子们 离开叶家村了 回去的路上经过学堂 叶兰洲忽然想到 大郎二郎三郎 都到了上学的年纪 嫂子 咱们村有学堂吗 福嫂子笑了 咱们那穷山勾勾的 饭都吃不饱 哪来的钱 请先生办学堂 那孩子们都不念书吗 福嫂子叹口气 黯然道 庄家人念什么书 孩子长到十二三岁 会做活了 有钱的送出去学门手艺 没钱的 就跟着爹娘种地 叶兰洲陷入沉默 更加坚定 离开叶家村的决心 进村时 不过卫生交替时分 阳光正好 暖洋洋的 不少媳妇婆子们 坐在墙根下 晒着太阳做针线活 见叶大福赶着牛车 拉着叶兰洲和福嫂子回来 都叽叽喳喳地 向他们说话 兰洲 你快回家去看看 是不是少了啥 福嫂子抢着问道 咋啦 出啥事了 你那两个堂兄弟 去你家偷东西 小的摔了个半死 这会儿也不知道醒了没 叶兰洲眉心一跳 太阳穴直秃秃 又来了 王婆子一家 真是没完没了了 福嫂子一听这话 拉着叶兰洲跳下牛车就走 当家的 我们先过去看看 你紧跟着就来 到家门口一看 窗格子整个掉在地上 摔成一堆破木片 其他倒没什么异样 福嫂子冲隔壁喊一嗓子 很快大郎就带着孩子们 呼啦啦涌过来了 七嘴八舌地告状 叶兰洲越听越头疼 哭笑不得 他就不能错眼 一眼不看见 就得出幺蛾子 大郎打开厨房门 拉着叶兰洲进去检查 娘 我看过了 除了蛋 没少什么东西 他四下里张望一圈 警惕地凑到叶兰洲耳边 小声说 娘 叶小山娘说咱家没养鹅 也没买鹅蛋回来 问咱家的蛋是哪来的 好在大伙光顾着骂他 没追究下去 叶兰洲皱了皱眉 拍拍他的肩膀安抚 我知道了 不碍事 有我呢 这时 叶大福也赶来了 留婆子领着家何家乐过来 兰洲 我那包着饺子呢 你甭做饭了 一块吃 哎 好的 大娘 叶大福听说叶兰洲家遭了贼 没顾得上歇息 乒乒乓乓地坐起窗框 留婆子忽然想起叶张氏的话 随口问道 兰洲 这几趟去镇上 都没见你买蛋 你啥手买的 大郎二郎立刻紧张地看了 刘婆子一眼 转眼看向叶兰洲 叶兰洲不动声色地笑说 不瞒大娘说 这蛋不是买的 不是买的 那是哪来的 刘婆子一脸诧异 剪的 叶兰洲笑眯眯地眨眨眼 剪的 刘婆子眼睛瞪得 都快突出眼眶子了 一脸不痛快 兰洲 你不想说就不说 没必要糊弄大娘 真的 大娘 我不骗你 叶兰洲微笑 淡然自若 就在山里剪的 山里哪来的鸡蛋 老实说 我也不知道 那些究竟是什么蛋 要说是鸡蛋吧 大娘 你家鸡下的蛋有那么大 刘婆子一想 嘀咕道 这蛋看着像鸡蛋 倒的确 比我家的鸡蛋大了不少 叶兰洲心里暗笑 村子里养的都是正宗土鸡 鸡蛋小巧玲珑 而空间里的鸡蛋 比鸭蛋还大些 鸭蛋有鹅蛋那么大 鹅蛋比拳头大 那些蛋都是我在山里捡来的 到底是什么蛋 我也不清楚 平常你们去挖野菜 都是一眼看过去 没有野菜 就不仔细找了 我采草药时 往往要在杂草 从里仔细翻捡 连根挖起 时不时的就能翻出个鸟窝来 这解释倒是很合理 刘婆子听得直点头 这话也就是大娘你问起来 要是旁人问起来 我肯定是不说的 言下之意 说出去怕大家都去翻草丛捡蛋 他就捡不着了 这也是人之常情 留婆子没起疑 晚饭后 叶兰洲带着孩子们回家 叶大福已经将所有的窗框 都重新换过 牢固得很 哄孩子们睡着之后 叶兰洲摸黑进了一趟山 往草丛里放了不少蛋 又往河里放上几十条鱼 既然留婆子问起 难保其他人不会起疑 与其让他们乱猜 不如他主动说出来 带人过去捡一回 以后家里吃鱼吃蛋 也不怕露馅了 当晚 留婆子就跟扶嫂子 犯起了嘀咕 家和娘 怎么你跟着兰洲 采了那么多甜草药 一次蛋都没捡着 兴许是全让他捡走了吧 山那样大 没道理 他把满山的鸟窝都掏了 一定是他没领你 往有鸟窝的地方去 扶嫂子心里也有些不得进 但是想想 叶兰洲出手大方 带他一起赚钱 得了赏钱也分给他 心里那点子不快 也就压下去了 娘也不是天天下蛋 再说他捡了蛋 不也给咱们送来了吗 娘 我去睡了 明儿一早还要进山采药呢 留婆子嘟嘟浓浓的 总觉得哪不对劲 夜幕见沉 叶家村一片宁静 然而此时王婆子家里 端地是鸡飞狗跳 一刻不得消停 第26章 拆家小能手 第26章 拆家小能手叶小和 早晨摔晕过去 没破皮没出血的 一家人都没当回事 想着就让他睡一觉 醒来就没事了 哪知到了傍晚 醒是醒了 就是跟成了金的二哈似的 疯疯癫癫的 鸡蛋 我要吃鸡蛋 夜小和一醒来 就嗷嗷叫着 要吃鸡蛋 撒鸭子往鸡窝冲 夜章是忙着做饭 吆喝了一嗓子 让夜小山带弟弟玩 夜小山挨了一顿 扎扎实实的调肘疙瘩 疼得直子牙 哪儿追得上 脱江野狗似的夜小和 夜小和一钻进鸡窝 就把两只豹窝的老母鸡赶走 二十个蛋 整整齐齐地 马在两个鸡窝里 夜小和两眼放光 一手一个 抓住两个鸡蛋一碰 鸡蛋应声而碎 蛋清蛋黄躺了满手 他呲溜呲溜地 吸着蛋液 也不嫌兴气 夜小山目瞪口呆 好一会儿才醒过神来 烈烈怯切切地 去叫夜章士 娘 小和再吃鸡蛋 夜章士听见鸡蛋俩字就来气 瞪他一眼 大声呵斥 吃吃吃 就知道吃 要不是你们嘴馋 老娘能丢那么大的脸 夜小山急的直冒汉 一把拉住夜章士的围裙 就往鸡窝拽 你再不去看看 小和就把窝里的鸡蛋吃光了 夜章士骂骂咧咧的 走到鸡窝一看 一地蛋壳 小儿子满嘴蛋液 手里抓着俩鸡蛋 正要敲破 他顿时火冒三丈 撸起袖子 就要揍夜小和 你个败家子 吃嘴惊 连爆窝的鸡蛋都敢偷吃 我打死你个馋货 夜小和抓着鸡蛋撒腿就跑 边跑边填手 你敢跑 你有种别回来 他朝夜小山吼 还不赶紧把你地找回来 夜小山垮着脸哀叫 娘 我疼 我跑不动 夜章士气得踹了夜小山一脚 赶紧滚 气死老娘了 到吃晚饭的时候 夜小和回来了 一看桌子上的野菜团子野菜汤 嘴里偶偶叫着 一把将桌子掀翻 饺子 大肉饺子 真香 好吃 边嚷嚷边往鸡窝冲 夜章士忍无可忍 快步追过去 就见夜小和已经满手蛋液地吃上了 他既心疼又恶心 忍不住干咳了两声 小和 你作死啊 他伸手去抓 不料夜小和就跟不认识他似的 发疯般扑过去撕打 嘴里嗷嗷大叫 抢我的鸡蛋 坏蛋 打死你 打死你 夜章士毫无防备 被他重重地踢了好几脚 回过神来要揍他 他却撒鸭子溜了 夜小和跑到屋里翻箱倒柜 将衣服被褥丢得满地都是 桌椅板凳 但凡有拦着他路的 统统被踹翻 王婆子趴在床上动弹不得 夜小山挨过揍也疼得厉害 两人都只能干看着 夜章唬着脸吼他 夜小和却哈哈大笑 满屋子乱窜地头破坏 夜章士追过来 呼呼地喘着粗气 卢秀子要揍他 王婆子忽然说道 小和该不会得了失心疯吧 夜章士顿时傻眼了 卢秀子的动作一顿 不 不会吧 小山子 你弟弟磕到哪了 夜小山指了指脑袋 王婆子垂床叹息 那就是了 一定是磕坏脑袋 成傻子了 傻子 夜章士喃喃一声 腿一软跌坐在地 拍着腿扯着嗓子嚎叫 怎么会这样 我可怜的小和啊 我弟儿啊 这怎么就成傻子了 这可叫我咋活呀 他哭着哭着 眼角余光看见夜小山 气不打一处来 爬起来就把夜小山抓过去 一通抱锤 你怎么当哥哥的 让你带好弟弟 你却让弟弟摔成了傻子 夜小山上午一顿揍还没好 又挨了一顿扎实的 瞬间鬼哭狼嚎 夜小和疯疯癫癫地搞破坏 还跑到床边去拍王婆子的屁股 疼得他直骂娘 一直折腾到累了 才被夜主和夜章士两口子抓住 拿绳索一绑 往床上一丢 他像泥水的鱼 死命挣扎 嗷嗷大叫 王婆子和夜章士 恨得直咬牙 都是夜兰中那个桑门辛亥的 他嗑死爹娘 嗑死男人也就算了 还把我儿子给嗑什么傻子 我的孙子 我们老爷家的骨血啊 第27章 新诗问罪 第27章 新诗问罪夜主蹲在墙角 抱着脑袋 烦躁地要命 乌里婆媳俩 高一声低一声地叫骂 更是令他窝火 一个弯腰驼背的老汉 歪歪倒倒地走过来 夜主抬头一看 是他爹夜发财 满身酒气 又喝了个烂醉 夜发财枯树皮似的 老脸一搭了 怒骂 小畜生 咋 不认得你爹了 说着一脚朝夜主踢过去 没踢到夜主 自己差点摔倒 夜主叹着气道 爹 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夜发财眼一瞪 破口大骂 你就是这样 跟你老子说话的 没等夜主吭声 他就骂骂咧咧地 往屋里走 豪丧哪 我这还没死呢 你们好早了 进屋一看 一地狼藉 王婆子抹着眼泪大骂 你个死老头子 只知道灌黄汤 家里的事 你是一点也不管不问 天他了 没法活了 我老婆子 还不如死了算了 夜发财酒鬼一个 年轻时喝喝酒打打老婆 如今年纪大了 到不大动手 只是嘴上一个劲 骂骂咧咧 王婆子跟他对骂 你叫了一辈子发财 到头来肚子都填不饱 一家老小跟着你受苦受穷 老娘连抓药的钱都不舍得花 你倒好 天天灌黄汤 家都让你败了 夜章是天油加醋的 将夜小和摔成傻子的事说了一嘴 不忘煽风点火 爹 你可是一家之主 这事你必须拿出了态度来 王婆子几次三番找夜兰洲的茶 想占便宜 夜发财多少也知道些 持默认态度 反正有什么好处 总少不了他这个一家之主 如今吃了大亏 他也咽不下这口气 夜章是一拱火 夜发财就脸红脖子粗地放下狠话 直奔夜兰洲家 天黑之后 顾长怀翘无声息地进了夜家村 他手上的伤疼的厉害 债子如今危机四伏 更是令他吃不下 睡不着 他就想着来找夜兰洲 看看他能不能想想办法 令他的伤好的快些 看到烧得发黑的焦墙破壁 顾长怀还以为自己走错路了 他四下里打量好几遍 又狠狠揉揉眼睛 才确信这里就是夜兰洲家 豆芽菜 豆芽菜 顾长怀焦急地大叫 冲进破屋里转了一圈 除了灰烬 什么都没有 但凡有块拳头大小的木炭 都被东林西社捡回家烧锅去了 顾长怀呆呆愣愣地 看着焦黑的墙壁 鼻子呼得一酸 他狠狠吸一口气 抬起头用力咬住嘴唇 不会的 豆芽菜不会死的 院子里忽然响起叫骂声 好你个夜兰洲 你可真是对得起你这个姓啊 你吃香的喝辣的 又是大肉包子 又是煮鸡蛋 却眼睁睁地看着一家老小挨饿 你弟弟不就是想吃几个鸡蛋吗 你不给就不给 干啥要把他害成傻子 你个小贱人 你给老子滚出来 看我打不死你个小贱蹄子 顾长怀红着眼眶 后曹牙咬得死井 攥紧拳头 昂首阔步走到院子里 只见一个干瘦驼背的老头 正歪歪倒倒地走过来 离得老远 就能闻见满身酒气 你 你是谁 叶发财瞇着一双醉眼 斜瞇顾长怀 顾长怀冷冷地问 叶兰洲在哪 叶发财走近几步 枯树皮湿的老脸 往顾长怀面前处 他死了 嘿嘿 他被烧死了 各不孝的东西 畜生不如 死了干净 第28章 已经成亲了 第28章 他已经成亲了 顾长怀只觉得 一把火 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心脏砰的一下爆裂开来 他一把揪住夜发财的衣精 两眼喷火地怒视他 冷声大喝 不可能 豆芽才他不会死的 夜发财黑黑笑 一脸神秘地凑近顾长怀 压低声音说 他真的死了 你看 房子都烧毁了 他还能活得了 顾长怀就像吹满气的气球 叔弟被针扎了 吃 背一下 气搂光了 他脱离地松开手 眼里的光芒瞬间暗淡 夜发财大着舌头叫骂 小见人不孝顺啊 自己大鱼大肉 却眼睁睁地看着爷爷奶奶饿肚子 死了也是活该啊 可惜老天不长眼 没收了他去 叫他作恶 害我孙儿 他亮亮呛呛地往屋里走 边走边嚷嚷 夜兰周 你不配姓夜 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 你给老子出来 老子打不死你个白眼狼 失魂落魄的顾长怀 忽然像过了电视的 浑身剧烈一颤 两步冲过去 一把揪住夜发财 你说什么 夜兰周他还活着 他在哪 夜发财醉得都忘了自己姓啥 说话颠三倒四的 他眯着醉眼盯着顾长怀 好一会儿 忽然黑黑笑了起来 你这么关心那小贱人 是不是看上他了 我告诉你 那小贱人命硬 克服 他过门三天 就克死了江阿大 小伙子 我看你长得挺精神 我劝你啊 离夜兰周远点 别被他克死了 顾长怀愣住了 难难道 他 已经成亲了 夜兰周不会梳发剂 就随意扎个辫子 有些不伦不类的 顾长怀也没多想 他是寡妇 嘿嘿 过门三天就克死男人的寡妇 夜发财哈哈大笑着走到屋里 扯着嗓子叫骂 顾长怀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 忽然迈步走了 他是戴自归中的少女也好 是刚死了男人的寡妇也罢 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他只是一个山贼 过的是刀头舔血的日子 朝不保夕 自己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还是两说 穿过村子进山时 看着夜色下乌萌萌的庄稼地 顾长怀心里忽然生起一股子 前所未有的念头 其实 安安分分种田 也没什么不好的 虽然倾苦 好歹安全 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 顾长怀就被自己吓了一跳 他用力甩头 将不该有的妄念 消灭在脑海中 山寨如今强敌当前 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父亲顾平生身受重伤 他身为少当家的 必须一肩扛起千斤重担 否则大一寨一百多口 就没活路了 一大早 扶嫂子和留婆子就过来了 夜兰洲正带着孩子们吃早饭 炖的鱼 烙的饼 喷香扑鼻 大郎快步跑去拿碗筷 阿婆 婶子 我们抓到好大一条鱼 可香了 快来尝尝 八仙桌正中摆着一个黄铜盆 大块大块的鱼肉 满满一盆鱼汤 正冒着鸟鸟的热气 留婆子吞了吞口水 狐一地问 你们去哪抓的鱼 就前面那条河里啊 夜兰洲笑音音道 前儿不是买了鱼网吗 我就合计着去碰碰运气 不成想运气还真好 网到两条大鱼 就顿了一条 娘说吃罢饭 还要去抓鱼 要给你家 还有组长家送鱼 感谢你们这些天的帮助 留婆子和扶嫂子 对望眼 都从对方眼里 看到了期待 昨天去镇上没买鱼 夜兰洲他们有鱼吃 兴许真是合理捞的 要是能捞到鱼 那可就太好了 几人正吃着 赵婶子带着两个女儿过来了 说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 能帮上忙的活计 二郎不等吩咐 就快步跑去拿碗筷 招呼他们一起吃 三郎抢着表现 就把捞鱼这话 又说了一嘴 大家都半信半疑 又充满期待 吃罢饭 巧知自告奋勇 去刷锅洗碗 巧花帮着照看几个小的 大郎二郎三郎 跟着大家一起去捞鱼 还把家何家乐也叫上了 巧知 巧花 要是到了晌午 我们还没回来 就辛苦你们俩做饭 厨房里面油盐肉蛋鱼都有 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四个大人 五个孩子 九个人提着筒 浩浩荡荡地往河边去 路上有不少人问 孩子们嘻嘻哈哈 嚷嚷着要去捞鱼 大人们眉头连皱 生怕大家都来分一杯羹 第二十九章 捕鱼达人 第二十九章 捕鱼达人小河从山间流出 流进好几个村子 从来没有人捞到过鱼 大家也就一笑而过 没人当真 到了河边 夜兰州指了几处撒网的地方 对大家说 他昨晚趁着夜色过来下网 天不亮过来收了一网 还有四副网没收 大郎俨然成了孩子王 带着孩子们直奔最近的网 鱼网的一端是长长的绳索 拴在木棍上 木棍埋进土里 很不显眼 不仔细看 根本发现不了 大郎抓住绳索用力一拉 两只乌溜溜的圆眼珠 瞪得老大 兴奋地大叫 好沉 一定有鱼 孩子们赶紧帮忙 粗糙的小手拽着绳索 用尽全力往岸上拉 鱼网渐渐露出水面 铁丝钩子上挂着的蛤蟆 肉少了好几块 时不时能看见鱼在网里翻腾跳跃 哇 真的有鱼 真的有鱼 家和大叫起来 家乐死命地冲大人们招手 娘 奶 快来啊 真的有鱼啊 扶嫂子正要跑过去 叶兰洲笑着拦住她 让他们收网去 咱们看看别的网有没有抓到 二郎一溜鹰 往第二张网跑过去 拉了几下 就把网收上来了 一张空网 她哭丧着小脸 把网往地上一丢 失望透顶 没有 一条都没有 扶嫂子他们也是满脸失望 这时 家乐尖叫起来 哇 居然有三条啊 一条大的两条小的 她好了 大家的目光顿时被吸引过去 只见大狼提着筒 献保式地跑过来 木桶里一条连鱼 两条鲫鱼正扑腾的厉害 所有人的情绪都被鼓舞了 呼啦啦往下一张父网赶去 孩子们抢着收网 大人们围观 第三网是空的 第四网抓到一条大鲫鱼 足有十多斤 木桶成不下 大狼两手死死地抓住鱼头 大鲫鱼力气大 身子又滑溜 尾巴一甩就逃开了 在地上翻腾 孩子们嗷嗷叫着围上去抓 大人们也大呼小叫地指挥 这儿 快 快抓住 扶嫂子薅了一把草 随意搓了两下 弄成一条绳子 按住大鲫鱼 用草绳穿过嘴和塞双好 收获满满 咱们回去吧 刘婆子脸色凝重 四下里打量一圈 谨慎道 不行 现在不能回去 奶 咋不能回去 家和不解地问 刘婆子迟疑了下 解释道 现在提着鱼回去 叫旁人看见了 还不得过来抓鱼 夜兰洲打量一眼 大家的脸色都很凝重 显然是赞成刘婆子的 他想了想说 那要不我跟扶嫂子 先去采草药 用草药把桶盖上 旁人就看不见了 赵婶子马上说 我跟你们一起去 人多快些 咱们争取趁半晌午路上 没什么人的时候回家去 夜兰洲点点头 带着他们去采草药 采着采着 渐渐往杂草帽上的地方去 刘婆子忽然觉得脚下不对劲 似乎把什么东西踩碎了 他弯腰扒开草丛一看 居然是个蛋 清白的蛋壳 蛋黄蛋清淌了一地 嗨 哎哟 我的老天爷哟 作孽哟 我咋那么不长眼恋 可惜哟 刘婆子心疼的直拍腿 懊恼的要死 赵婶子问 婶子 咋了 刘婆子把碎成渣的蛋壳捡起来 老脸都皱成了菊花 我踩碎了的蛋 太可惜了 蛋 这儿怎么会有蛋 扶嫂子快嘴快舍地道 兰洲说 他家的蛋都是在草丛里捡来的 原来是真的呀 刘婆子呲牙咧嘴地叮嘱大家 你们可都仔细着点 脚不下去的时候轻点 可别再把蛋踩着了 扶嫂子朝着孩子们吆喝一声 让他们也过来帮忙找找看 大人孩子草药也不踩了 弯着腰一点一点地翻草丛 不时有人发出惊喜的叫声 第三十章 落马脚 第三十章 落马脚 所有人都去捡蛋了 只有夜兰洲 还在认认真真地挖草药 一直忙活到晌午 犯了半片山坡的草丛 大家一共捡到27个蛋 夜兰洲挖了不少草药 大家把蛋放在空桶里 鲷鱼鲫鱼放在另一只桶里 盖上草药 伪装得严严实实 轻鱼各大 力气又大 挣扎得厉害 统装不下 可叫众人犯了难 末了 还是夜兰洲发话拿主意 就这样提回去吧 咱们一大群人来抓鱼 要是什么都没抓到 难免惹人笑话 刘婆子他们虽然不乐意 但鱼是夜兰洲抓的 简单也是他说出来的 他们也不好意思太过坚持 回去时正当赏午 男人们扛着锄头耙子回家 见他们提着一条大青鱼 和几副鱼网 大家不用问 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不出半个时辰 整个夜家村都传遍了 夜兰洲他们 在河里抓到一条 特别肥大的青鱼 得有十多斤 到家时 巧之巧花 已经蒸好一大锅馒头 米汤也烧上了 兰洲姐 你们要是再不回来 俺们就商量着 给你们送饭呢 孩子们叽叽喳喳的讲述 抓鱼捡蛋 拉着巧之巧花去看战利品 快活的像一窝小麻雀 夜兰洲将两条大青鱼 给赵婶子和扶嫂子每加一条 捡来的蛋也要分给他们 他们过意不去 都没好意思收 午饭后 坐着闲聊了会儿 他们就前后脚走了 一到家 就拉着全家进山 去河里捞鱼 去草丛里捡蛋 今天网到的鱼 都是夜兰洲 事先放在鱼网里的 别处的草丛 夜兰洲也放了些许蛋 能不能捡到 就看个人的运气了 下午 夜兰洲拿出一本 三字经 把孩子们叫过来 教他们读书 娘 三字经 我学过了 我也学过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敬 习相远 大狼二狼三狼 都喊着学过了 还齐声背诵起来 大狼二狼背得很流利 三狼磕磕绊绊地 勉强能跟上 夜兰洲愣了一下 立即意识到不对劲 江阿大一贫如洗 家徒四壁 哪有钱给孩子们请先生 园主的记忆中 江阿大是不识字的 他自己更不可能教孩子们 背三字经 夜兰洲问 你们是在哪学的 三狼达到 夫子教的 夫子 哪个夫子 家里 三狼刚一开口 就被大狼一把捂住了嘴 夜兰洲看向他 眉头挑了挑 大狼不敢看他 栽着脑袋弱弱地回道 三狼太想念书了 所以就经常幻想 家里能请一个夫子 专门教他念书 夜兰洲又挑了挑眉 一脸你编 你继续编 大狼脑袋栽得更低 声音更弱 蚊子哼哼似的 是 是爹带我去镇上卖野味 我 我偷溜到学堂外面 听见夫子在叫学生念 念三字经 我就 就记住了 回来交给二狼和三狼 这么明显的谎话 夜兰洲自然不信 但大狼不肯说 必然是另有隐情 他跟孩子们相处的日子不久 他们不信任他 他也不强求 第31章 大户人家出身 第31章 大户人家出身 三字经 全篇都学了 还是只学了一段 大狼到底是个孩子 没那么深的心思 脱口回道 都学了 夜兰洲不动声色地问 还学了什么 弟子规 签字文 百家姓 还有 说到这儿 大狼终于意识到 自己说多了 善善地住了口 夜兰洲一听这话 心里顿时有底了 孩子们 之前一定读过书 而且不是上的学堂 是家里请的先生 好家伙 大户人家出来的呀 可惜 如今成了落魄子弟 憋屈在穷山村 受苦受累 夜兰洲回屋去找了几本书 小经 论语 十三百 等 一股脑丢进大狼怀里 诺 这几本书你们拿去读 有不认识的字就来问我 笔墨直验 也给你们准备好了 每天写一篇字 晚饭前我要检查的 写不好 不许吃晚饭 孩子们捧着书 欣喜若狂 那一双双乌溜溜的圆眼珠 蹦出求知若渴的光 夜兰洲心里更加有数 这几个孩子的来历 绝对不简单 他把三字经 塞给三郎 让他负责教会四郎 也是存了让他温习的念头 孩子们捧着书去 阳光温暖触毒 夜兰洲则伸了个懒腰 躲回屋补教去 下午 扶嫂子来了 灰头土脸的抱怨 说忙活了大半上 就捡着两颗蛋 一条鱼都没抓到 兰洲妹子 我就说嘛 不能让旁人知道 现在你猜怎么着 全村男女老少 都去抓鱼捡蛋去了 夜兰洲早就料到 会是这个结果 只敷衍地嗡了两声 你有鱼网 能抓到 他们没往 就想了个损招 要把河截断 水放干 这一下 还不把鱼全部捞干净了 那以后可咋办 扶嫂子愁眉苦脸 仿佛抓的是他家的鱼 夜兰洲淡然自若道 现在年景不好 真要是捞到鱼 大家分了也好 一年到头吃不上一口肉 能吃上鱼 也好解解馋 扶嫂子长须短叹 脸跟苦瓜似的 好了 嫂子 别念叨了 你要是不忙 就来帮我把院子里的菜浇浇水 这么多天没下雨 地都干裂了 扶嫂子连忙撸袖子 打水 浇菜 兰洲 你这种的什么菜啊 长得可真快 这才几天都长这么高了 嫂子 你要种不 我这儿还有些种子 你要种就拿去 哎 好 我少重点看看 傍晚 家和家乐满头大汗的跑过来 气喘吁吁的汇报进度 他们把河上下游都拦起来了 说要往下游放水 这会儿 大家伙都还在干活 连饭都不吃了 夜兰洲听得好笑 心里暗响 把水放干 心许也能捞到几条小鱼 算了 看在乡亲们这么辛苦的份上 他就往河里放几条大鱼 也让他们高兴高兴 深夜 夜兰洲睡醒之后 独自去河边 刚把二十多条大小不等的鱼 放进围起来的那段河里 就听一个惊喜的声音 在背后响起 豆芽菜 真的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 第032章 打脸 真香 第032章打脸 真香月色下 一张年轻英俊的脸上布满惊喜 正是顾长怀 你怎么来了 不等顾长怀开口 夜兰洲一把抓住他的右手前臂 拉到面前看了一眼 四 亲点 疼是真疼 但还没到无法忍耐 令他失控大叫的地步 然而顾长怀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哪根筋抽抽了 张嘴就嚎了一嗓子 夜兰洲转身就走 顾长怀连忙跟上 边走边问 大半夜的 你怎么在这儿 夜兰洲没搭理他 顾长怀不甘寂寞 小嘴巴巴的没完 你知不知道 女孩子半夜三更一个人在外面 是很危险的 喂 豆芽菜 我再跟你说话 你听到了没有 夜兰洲嫌他锅躁 头也不回 反手往后一抄 看似随意 却无比精准地抓住他的左肩 顺着肩膀往下 沿着手臂一路捋过 一拉一拧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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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声脆响 哦 痛 痛 痛 肩关节 肘关节 腕关节依此脱臼 顾长怀腾的五官都皱成一团了 他眼睛瞪得溜圆 不可置信地瞪着夜兰洲 他都没看清 他是如何出手的 他的手臂就废了 软绵绵地动弹不得 黑夜中 夜兰洲清冷的声音淡淡响起 很危险吗 嘶 脸疼 顾长怀呲牙咧嘴 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话 你刚才使的 是不是武林绝学分金错骨手 夜兰洲前世是战步统领 身经百战 战无不胜 卸人一条胳膊 简直跟完似的 只是大半辈子没跟人动过手 加上圆主身体虚弱 他才只能暂时隐忍折服 如今在空间休养一个多月 身子骨明显好转 又有夜色隐蔽 趁着顾长怀没防备 小时一把伸手 居然还挺顺 哎 豆芽菜 你先把我手接上 顾长怀绕到夜兰洲面前 鼓着脸颊 有些恼火的瞪他 嘴里不停地碎碎念 我好心好意提醒你 怕你遇到危险 你倒好 出手伤人 夜兰洲丢给他一个闭嘴的冷眼 伸手过去 抓住他左肩 又是从上到下一缕 三声脆响过后 顾长怀尝试着转动肩膀 挥动手臂 好了 他惊喜地大叫 年轻的声音 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 哎 豆芽菜 你这脾气 夜兰洲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你很烦 顾长怀善善地绷住嘴 撇了撇 嘴角下拉 一脸憋屈 豆芽菜 完全不把他这个大一寨的 少当家放在眼里啊 我叫夜兰洲 夜兰洲挺了挺背脊 声音不带一丝情绪 你可以叫我叶大夫 顾长怀张了张嘴 心里有些莫名的抵触 就是豆芽菜 瘦不拉几 小小一只 没叫他小不点 都是格外给他面子了 顾长怀一路跟着夜兰洲进了家 点了油灯坐下 自觉把右手臂伸到桌子上 夜兰洲解开他伤口上的纱布 查看愈何情况 顾长怀两只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滴溜溜乱转 打亮着屋子 你搬家了呀 难怪我昨儿都没找到你 夜兰洲依然没作声 给他清理伤口 换药 包子啊 这房子比之前的好多了 家里也像不像样的 唉 豆芽菜 你是不是发大财了 夜兰洲将一个小小的纸包 放在桌子上 冷淡地道 只疼药 疼得厉害十吃一克 一天最多不能超过四克 男子汉大丈夫 这点疼算什么 顾长怀嘴上可英雄了 手却一点不耽误 将小纸包收起来 往怀里一揣 夜兰洲暗暗在心里嘀咕了一声 真香 药费一两银子 别说他嘿 大半夜的跑来给他加班 收一两银子 已经是白菜价了 顾长怀脸一僵 嘴角抽了抽 他居然问他收药费 他俩这关系 还有药费这么间外的事 夜兰洲以为顾长怀没钱 不禁失笑 身为山贼 连一两银子都拿不出 你混的是哪门子陆林道 还把自己搞得这么凄惨 你还是早点金盆洗手 找个地方开荒种田去吧 顾长怀一口气卡住 噎得直瞪眼 过分了啊 不把他放在眼里也就算了 还如此公然奚落 其人太甚 夜兰洲拿过手巾擦擦手 依然一脸云淡风轻 慢走不送 顾长怀嘴角抽得更厉害了 脆弱的小心肝顿时被重锤 敲成一地碎玻璃茶子 豆芽菜 未免太不惊人情了吧 离开夜家 顾长怀在乡间小路 举举独行 看着夜色下黑蒙蒙的田野 他心里又冒出那个诡异的念头 种田 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的 第零三三章 全村都去抓鱼了 第零三三章 全村都去抓鱼了天刚蒙蒙亮 家和家乐就过来乒乒乓乓地砸门 姑姑 兰州姑姑 大郎 二郎 开门啊 夜兰州正睡着回龙觉 大郎二郎三郎在读书 大郎拿着书过去开门 家和一把拉住他的手 就要往外跑 河水都放得差不多了 大家都去捞鱼去了 快走 咱们也去 晚了就没了 大郎皱了皱眉 往屋里看了一眼 压低声音说 我娘还在睡觉呢 家和家乐 哒哒哒哒地往屋里跑 一边跑一边叫 姑姑 快去看捞鱼啊 夜兰州打了的哈欠 慵懒地眯着眼睛 我们还没吃饭呢 别吃了 再晚鱼都让别人捞干净了 家和家乐急得不行 冲上来拉夜兰州 哪就那么容易捞干净了 天大地大 大不过吃饭 俩孩子急得直跺脚 脑门子上汗都出来了 扶嫂子和赵婶子几人前后脚来道 来喊夜兰州一起去捞鱼 一听夜兰州说要吃饭 几人都急眼了 巧花 巧夜 你们去做饭 做好了送到河边来 赵婶子吩咐两个女儿干活 她和扶嫂子一边一个 扯着夜兰州的胳膊就往外拖 夜兰州 大孩子抱小孩子 跟着大人们一窝蜂往河边涌 夜家村统供128户 除了病得下不来床的 男女老少几乎都来了 如今是三月底 水位不高 拦起的河段 经过半天一晚的放水 水位已经很低了 十来个身强力壮的汉子们 等不及纷纷跳下去抓捕 淤泥挺身 他们身一脚浅一脚 亮亮呛呛 时不时有人摔个大马趴 啃一嘴淤泥 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 夜兰州饶有兴致地看着 她前世老来寂寞 很久没看过这么热闹的场面了 她忽然有些后悔 昨晚应该多往河里放些鱼的 不为别的 就为他们如此卖力 让她看了一场热闹 也该多给些犒劳 没有鱼网 村民们连夜搓草绳结网 每次的男人 拿着一张草绳网 沿着河底往岸边收 空网居多 偶尔也能网到鱼 但已寄予连鱼居多 轻鱼个头大 力气大 往往能正断草绳逃跑 大鱼鼓舞了众人 越来越多的人跳进河里 加入抓鱼队伍 组长在岸上指挥 孩子们围着抓上来的鱼 叽叽喳喳地讨论 不一会儿 巧花巧夜提着篮子过来送饭 安州姐 我们热了馒头 拌了点萝卜鹰子和萝卜丝 还熬了米汤 你和大郎 他们快趁热吃吧 叶兰州一看 提栏里的食物 刚刚好够他跟孩子们吃的 算算时间 也就勉强做好饭赶过来 姐妹俩一准饿着肚子 叶兰州脸一虎 不悦地数落 你们俩忙活一早上 哪有饿着肚子送饭的道理 他拿出两个馒头 给巧花巧夜一人一个 招呼孩子们过来 让他们十个小的分着吃 巧花巧夜肚子里 早就唱起了空城记 闻着馒头香 更是激火烧心 但穷苦人家的女孩子 还饿都习惯了 两人都拧着嘴摇头 第034章 按偷不行 改名抢了 第034章 按偷不行 改名抢了 快吃 吃完你们俩先回去 大郎今早没来得及喂鸡 你们俩去帮我把鸡喂了 菜浇一遍水 然后把面发上 再蒸一锅馒头 姐妹俩一听 还有活等着他们干 顿时不再推辞 蹲在一边 跟大郎 家和他们几个一起吃早饭 赵婶子在一边看得分明 夜兰州这哪是拆遣他女儿干活 分明就是知道 姐妹俩乖巧懂事 给他们安排些活计 他们才肯心安理得地吃饭 大郎他们围在一起 吃得津津有味 别人家的孩子们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口水哗哗的流 夜小山扯着夜张氏的衣袖 哼哼唧唧地喊恶 夜张氏也吞了一大口唾沫 那可是白面馒头啊 小剑蹄子 居然给那么多孩子吃白面馒头 还得扶嫂子和赵婶子家的孩子吃 她是长辈 不好意思过去蹭吃 于是推了一把夜小山 你去 你是她弟 吃她两个馒头怎么了 夜小山有娘撑腰 挺了挺腰板 几步跑过去 一把推开迦乐 伸手就往提兰里抓 姐妹俩刚好热了十的馒头 人手一个 提兰里只有一盆热米汤 夜小山一把抓进米汤里 烫得熬一嗓子惨叫 死命地甩手 孩子们顿时爆发出哄堂大笑 夜小山眼泪狂飙 扯着嗓子哭叫 娘 他们欺负我 夜章是一听 掐着腰就要过去 扶嫂子家的儿子被欺负 他当即挺身而出 往孩子们面前一拦 这是当贼当不利索 改乡当强盗了是吧 暗偷不成 要明抢了 夜章是脸一红 正要开骂 赵婶子也站了过去 她是族长的儿媳妇 夜章是不敢得罪她 大郎站起身 大声道 阿婆 婶子 我们没欺负夜小山 是她过来抢吃的 自己把手伸进米汤里的 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碰都没碰的 众目睽睽 夜小山被抓来的现行 哭得嗷嗷的 乡民们 你一声我一声地指责 夜小山小小年纪不学好 进而发展到抨击夜章是 教子无方 当娘的也不是个好东西 夜章是脸上挂不住 抬手抽了夜小山一巴掌 打得她哭得更惨了 夜兰州始终不作声 默然以对 仿佛这一切都跟她无关 眼见着水位越来越低 时不时有余越出水面 引得乡亲们群情激动 吆喝声四起 那儿 那儿呢 快 快抓住 哎 又跑了 夜兰州看了一会儿 没了兴致 懒洋洋的起身就走 扶嫂子连忙拉住她 压低声音问道 兰州 你上哪儿去 回家吃饭 你这傻子 你现在回家 一会儿飞鱼的时候 没你的份 那可咋办 夜兰州满不在乎 我有鱼网 想吃鱼随时可以捕 这水都放干了 你上哪儿捕鱼去 就算能捕到 也难有那么大的 夜兰州笑笑 刚想说她不缺这口吃的 赵婶子就把她摁住了 要不是你 带着我们来捕鱼 谁知道这里有鱼 你不能走 今儿分鱼 必须有你一份 夜兰州 她肚子饿着呢 现在只想回家吃饭 一直到晌午 水才放干 大大小小的鱼 在淤泥中挣扎跳动 被陆续抓上来 组长叶发荣 一一轻点过 对着八条大青鱼 十条中等个的连鱼 以及九条鲫鱼犯起了仇 全村128户人家 只有29条鱼 这可怎么分 第零三五章 白眼狼 第零三五章 白眼狼没等夜发容拿定主意 就有人大声嚷嚷开了 我们家阿贵下水捞了半天 出了大力气 应该给我们家多分点 我们家有福也下水了 也应该多分 有一个带头要求多分的 其他人纷纷响应 光下水的人 就有四五十个 吵吵嚷嚷起来 现场乱成一锅粥 这时赵婶子挺身而出 是兰州带着我们去抓鱼 我们才知道河里有鱼 要我说 兰州才应该多分点 马上有人反对 他一个女人家 半分力气没出 他凭什么多分 就是 他嫁出去了 就不再是叶家人 江阿大师外来的 没资格分咱们村的鱼 谁知道他叶兰州之前 从河里偷偷抓了多少鱼 这可都是咱们村的鱼 叫他拿出来 对 叫他把私吞的都吐出来 叶兰州顿时气笑了 刚才他还后悔 没多放几条鱼进去 现在他只后悔自己 怎么就动了侧影之心 就该不管他们 让他们白忙活一场 一群白眼狼 扶嫂子顶着几百道目光 仗义直言 你们都胡说八道什么 鱼网是前天去镇上买的 兰州昨天也是头一回下网 他能抓到多少鱼 再说了 河就在这里 有本事你也抓鱼去 叶大福 你好好管管你婆娘 竟向着外人 叶大福虽说是个憨厚老实的 但被点名 他也来了火 你说谁是外人呢 兰州打小儿 在咱们眼皮子底下长大 他就是咱们村的人 留婆子跳着脚大骂 做孽幼 要不是兰州说出来 你们谁知道 和李有鱼 现在鱼捞上来了 你们翻脸不认人 一群没心肝的幼 李婆子也站了出来 这条河从山里流出 流经下游好几个村子 又不是单属于叶家村的 照你们说 兰州抓到鱼就是私吞 就要吐出来 那下游的村子 知道咱们抓鱼 是不是也能要求 咱们把抓到的鱼送给他们 凭什么 我们又是兰河 又是放水 跳进淤泥抓了大半天 凭什么给别的村子 那兰州自己掏钱买鱼网 出力气下网抓鱼 抓到了 凭什么要给你们 两边吵翻了天 虽然对方不占领 可他们人多势众 一人一口唾沫心子 就将叶兰州这边的声音 全盖过了 叶章是最嚣张 仗着自己是叶兰州的婶子 一个剑步窜到他面前 左手掐腰 右手指着叶兰州的鼻子 恶狠狠地咒骂 你个桑门星 客死爹娘 客死男人 现在又来抢大家伙的鱼 你按的什么信 叶章是带头 围攻叶兰州的人 就更多了 叶兰州气过之后 反倒淡定了 古人云 苍领时而知礼节 跟一群肚子都填不饱的人 讲道理讲道德 他脑子瓦特了 叶兰州气定神贤 清了清嗓子 懒洋洋地开口 我好心让你们知道 合理有余 反倒成了我的不是 既然这样 那以后有什么好东西 就别怪我藏着掖着 不带乡亲们分一杯羹了 众人一愣 讨伐的声音瞬间小了一大半 一个月前 叶兰州还是被逼着 嫁给江拉大续贤的姑女 如今竞成了每天都能吃得起 金米白面的括户 听说他家那些蛋 全是山里捡的 他又有一身医术 治病救人 能得到丰厚的打赏 兴许 他还真有什么 不为人知的致富门路 第36章 这是什么 第36章 这是什么 族长心里是向着叶兰州的 见一大半人都不知声了 就沉着脸 为叶兰州证明 兰州是发现河里 有鱼的功臣 又是咱们叶家村的村民 鱼情鱼里 都不能少了兰州的一份 族长 就这么几条鱼 咱们一百多户人家 怎么分 就是 大大小小不到三十条 这够干什么的 族长想了半天 最终想出个主意 讲鱼切块 每家按块分 众人不乐意 快有大小 不公平 族长又提议 按总金数评分到户 还有人不乐意 有的人家里人口多 有的少 人多的和人少的 也分一样精良 头尾和肚子 也按一样的精良算 吵吵闹闹的 最终也没吵出个所以然来 叶兰州懒得再看下去 异性阑珊的离开 这一回 辅嫂子和赵婶子都没拦她 叶兰州带着孩子们回到家 巧花和巧叶已经发上面 喂好鸡 正在给菜地浇水 兰州姐 你回来了 巧花朝她身后看看 大大小小 都是空着手的 她一肚子疑惑 但没多问 叶兰州去厨房 趁着孩子们都在院子里玩 没人注意这边 进了空间 妞妞带着小仔仔迎过来 辽哥也飞过来 跟她打招呼 小仔仔胖乎乎的 圆滚滚的小肚皮 贴着地面 走起路来一摇一摆 特别可爱 叶兰州逗了会儿小仔仔 到前院后院转了一圈 南瓜不知道什么时候挂过了 最大的都长到三斤多重了 按照这个生长速度 要不了几天就会成熟 她摘了个嫩南瓜 拿了块肉 就离开空间 空间具有保鲜作用 食物放进空间不会腐烂 前天买的猪肉 还像现杀的一样新鲜 巧知 巧花姐妹俩教完菜 过来揉面蒸馒头 叶兰州刚把南瓜切成片 打算中午做个南瓜炒肉片 兰州姐 这是什么 南瓜 南瓜是什么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叶兰州这才察觉到 她从没在这个时空见过南瓜 看样子 这里没有南瓜 她不动声色地道 我也是在医书上见到的 前几天去山里采药 无意中发现的 巧花问 南瓜能吃吗 巧知递给她一个看傻瓜的眼神 要是不能吃 兰州姐切她干啥 兰州姐 你去歇着吧 我们来蒸馒头就好 揉面是个力气活 叶兰州身子瘦弱 又不像巧知 巧花他们做惯了的 也就乐得轻松自在 她去炒菜 南瓜炒肉片 五花肉在热锅里一爆 喷香扑鼻 做好饭 招呼孩子们过来吃 巧知巧花在叶兰州这边吃过好几回 她盛情邀请 姐妹俩半推半就 这南瓜可真好吃 好像有一点点甜呢 叶兰州笑说 这个南瓜太嫩 等长老些会更甜 煮着吃 争着吃 都好吃 巧知眼巴巴的看着叶兰州 想问是在哪儿找到南瓜的 又不好意思开口 叶兰州竖起一根食指在唇边 压低声音叮嘱孩子们 今天的事情 你们也都看到了 咱们让大家伙知道 合理有余 他们反而怨怪咱们 这回找到南瓜的事情 你们谁都别告诉 等南瓜成熟了 我去摘回来 留下种子 咱们分着种 不让他们知道 省得他们又来唠叨 孩子们都闭着嘴巴 用力点头 纤细的脖子 都恨不得点断了 赵婶子过来 叫姐妹俩回家 却发现 他们已经吃上了 他眉头一皱 刚想数落 叶兰州递个眼神 大郎去拿碗筷 二郎去搬凳子 三郎跑过来 扶着赵婶子的手臂 往桌子拉 阿婆 快吃饭 我不 赵婶子还没拒绝出口 就被孩子们按着坐下了 他尝了一口南瓜炒肉片 不禁眼睛一亮 赶忙问是什么菜 叶兰州神秘一笑 巧知打量他的脸色 凑过去贴着耳朵 小小声告诉赵婶子 赵婶子想到 叶兰州今天在河边说的话 不由得冷笑连连 那群眼皮子浅的东西 为了几条鱼 争得你死我活 看他们 能争出个好歹来 顿了顿 忍不住埋怨 兰州 不是婶子抱怨 实在是你年纪小 不懂得人心险恶 你看看 叶兰州就笑 一脸受叫的表情 第37章 霍不单行 第37章 霍不单行下午 孩子们晒着太阳 坐在墙根下读书 家和家乐过来找他们玩 见他们在看书 顿时惊地瞪大了眼睛 大狼 你们会念书 大狼立即第一个警告的眼神 给二狼三狼 接过话茬 我娘叫我们的 他说男孩子要读书之脸 家和家乐看稀罕似的 在边上听了话 被暖融融的阳光晒得昏昏欲睡 叶兰州透过窗格子 瞧见这一幕 不禁在心里对大狼竖了个大拇指 这孩子嘴巴可真够紧的 连对最好的朋友都半句口风也不露 下午 扶嫂子满脸晦气地过来 最后还是把鱼切成块 按加按户分 统共一百八十二斤 每家连头带尾分一斤六两 你是没看见 一个个吵得跟乌眼鸡似的 这个嫌分到的都是头了 那个嫌鸡鱼个头小次都吃亏了 你那个好省的夜章事 还给人打起来了 叶兰州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 不予置评 扶嫂子唠叨半晌 叹着气说 兰州 家儿还进山采药不 为了抓鱼捡蛋 耽误了正事 得到的鱼盒蛋 还不够塞牙缝呢 以后 他可说什么都不干这种傻事了 叶兰州说时候不早了 进山也采不了多少草药就得回来 索性明儿一早再去 扶嫂子有些遗憾 领着自家两个孩子 闷闷不乐地走了 当晚 整个叶家村 家家户户飘起了鱼肉的鲜香 跟过大年似的 唯独王婆子家 又是另一番景象 只有一斤六两鱼肉 其中还有一大块是鱼头 没什么肉 全家人格外珍惜 用那块鱼头熬了一大锅汤 汤熬好后 全家美人捧着一个大碗 刺溜刺溜地喝鱼汤 其实那鱼汤 已经没什么味道了 但他们依然觉得无比美味 叶小山喝完一大碗 捧着空碗 屁颠屁颠地去厨房城 一进厨房 他顿时傻眼了 叶小和正坐在灶门口 手里捧着一块黑乎乎的雾式 啃得欢快 半张脸都是黑的 小和 你干啥呢 叶小和一看见叶小山 死命地把手里黑乎乎的雾式 往嘴里塞 一一乌乌的嚎叫 别抢我的鱼 不许抢我的鱼 你走 你走 叶小山一愣 立即去看案板上的海碗 海碗里还没煮的鱼肉 一块都没了 叶小山熬得一嗓子尖叫 扑上去就打叶小和 你偷吃鱼肉 我打死你 我叫你偷吃 打死你个吃嘴精 叶小和也不还手 从灰堆里扒拉出最后一块鱼肉 也不顾烫 死命往嘴里塞 嚼巴嚼巴 就伸长脖子吞了 连刺都没吐 那是块鲫鱼 刺又小又密 扎得他满嘴流血 痛得直抽冷气 叶小山打着打着 哇的一嗓子嚎啕大哭 他饿了一天 肚子才怕来的鱼肉 一口没吃到 全让叶小和给毒吞了 叶小山听见动静 骂骂咧咧的过来查看 叶小山哭嚎着告状 叶小山听了一半 就气得抄起条肘疙瘩 揍叶小和 叶小和疼得一下窜起来 拔腿就跑 把端着空碗 进厨房盛汤的叶发财 撞了个四仰八叉 哎呦 哎呦 你个小畜生 摔死我了 叶张士喊叶柱过来扶叶发财 叶柱一碰他 他就呲哇乱叫的喊疼 爬都爬不起来 两口子把叶发财抬起来 放到床上 叶发财高一声低一声的嚎叫 跟杀猪似的动弹不得 叶张士正心疼于肉 美好脸色的嘀咕着骂了一句 老不重用的 叶发财那个气啊 两眼一闭 晕过去了 直到半夜 叶发财才被剧烈的疼痛惊醒 他受不住 哼哼唧唧的哀叫 让叶主去请郎中 王婆子美好气道 请什么郎中 家里哪还有钱给你请郎中 人都快饿死了 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矫情个啥技 叶发财疼得满头大汗 完整话都说不出一句 钱袋子是王婆子贴身藏着的 家里橱柜的钥匙也在他手中 他不发话 叶主也懒得跑一趟 再说他也心疼钱 不想再添一笔损失 第38章 至于我们的身世 第38章 至于我们的身世 天刚蒙蒙亮 大郎二郎三郎 就起来读书了 叶兰周听着郎郎书生 郁闷地叹了口气 孩子们起得早 他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随心所欲地进出空间 以免被他们看出破绽 他已经在空间吃饱睡足 索性起身去教孩子们读书 嚼着嚼着 叶兰周发现大郎的基础 比他想象的要扎实 远不止刚刚读过 三字经 百家姓的程度 臭小子 四叔起码读了一半 居然还装模作样的呗 三字经 叶兰周把大郎叫到屋里 打开天窗说亮话 大郎 你们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 对吧 大郎栽着脑袋 拿眼角偷偷瞟叶兰周 等着嘴巴不吭声 小小的脑袋飞快地运转 思索如何应对 爹说过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的身世 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 想到那场灾难 那漫天的火光 鲜血喷洒在他脸上时的灼热感 他就经不住打起寒颤 叶兰周一看他这反应 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他轻叹了口气 摸摸他的小脑瓜 不管你们以前是什么人 以后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你们既然叫我一生娘 我就会保护你们 直到你们长大 不再需要我 隐藏身世的人 要么身负血海深仇 要么揣着惊天秘密 不管是哪一种 孩子们都不会窝居在小山村 平平淡淡地过一声 总有一天 他们会离开他 去完成他们天赋的使命 大狼一听 顿时慌了 抬起头红着眼 看着叶兰周 语气坚定而黄疾 娘 我们怎么会不需要你 你虽然没有十月怀胎生下我们 但是爹死了 你还对我们不离不弃 你就是我们的亲娘 不管我们长多大 哪怕七老八十 你都是我们的娘 这话令叶兰周心头热流涌动 情不自禁湿了眼眶 前世他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有孩子 没想到在一世 他能得到六个真心 十亿待他的孩子 至于我们的身世 大狼之前不愿意说 一是爹郑重其事地叮嘱过 二是叶兰周一个穷苦村妇 告诉他又有什么用 平白吓着他 大狼刚下定决心说出来 叶兰周就微笑着摇头制止 不想说就别说 我不勉强你 你们只需要记住 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 那都过去了 从今以后 没有人可以欺负你们 你们什么都不用怕 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想读书就读书 想习武就习武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大狼目不转睛地 看着叶兰周 忽然眼睛一眨 两颗泪珠 毫无预兆地滚落 他扑进叶兰周怀里 嚎啕大哭 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 不用怕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叶兰周如今的身体 虽然只有十五岁 但心理年龄 却是一百零三岁的 世纪老人 别说大狼才十岁 就是组长 六七十的老头子 在他眼里都是孩子 他轻轻拍着大狼的后背 温柔地安抚 想哭就哭 哭痛快了 把眼泪擦干 以后就开开心心的 大狼死命点头 二狼三狼听见动静跑过来 满脸焦急 大哥 你咋了 娘 是不是大哥犯错了 求求你别打大哥 我替大哥罚贵 我这就贵 我也贵 娘 你要打就打我 别打大哥好不好 俩孩子扑通一声就贵 小小的身子色缩着 满脸害怕 叶兰洲眉头一皱 心又往下沉了沉 这几个孩子 恐怕还不是普通大户人家出来的 如此规矩森严 必定非福极贵 第39章 喜欢这种感觉 第39章 喜欢这种感觉 大狼擦干净眼泪 把两个弟弟拉起来 娘没有打我 娘对我说 以后我们不用怕 娘会保护我们的 二狼三狼都是一愣 轻瘦的小脸上 一半惊喜 一半忐忑 真的吗 大狼点点头 娘说 以后咱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以读书 也可以习武 二狼三狼 惊喜得一蹦老高 三狼把书一扔 欢呼雀跃 哦不用读书了 我要去打拳 我最喜欢打拳了 他才七岁 说风就是雨 当场扎起马步 打了一套拳 只是长久不练习 好几个动作都做不到位 拳打得很不连贯 叶兰洲感觉自己的太阳穴 在突突直跳 小小年纪就文武双修 孩子们的身世 他忽然有些不敢想象了 算了 管他们以前是谁家孩子 以后都是他夜兰洲的孩子 大狼说他喜欢读书 希望夜兰洲以后去镇上 能多给他买些书 二狼提出想学医 既能采药补贴家用 也能治病救人 夜兰洲一一答应下来 见三狼的拳法打得不成样子 实在是没眼看 于是教他们一套军体拳 既能强身健体 以后万一碰上坏人 也有自保的能力 三狼激动地 抱着夜兰洲的脖子 巴唧一声 在他脸上亲了一大口 然后低着头红着脸 快步跑开 夜兰洲摸着脸颊 那柔软温热的触感 好得令他有些上瘾 原来当娘的感觉 这么暖心啊 赵婶子带着巧之巧花姐妹俩过来时 夜兰洲正坐在摇椅里晒太阳 晃晃悠悠 昏昏欲睡 兰洲 家儿还有啥要干的不 夜兰洲眯缝着眼睛 慵懒地摇了两下 才打着哈欠坐起身 之前是天天被扶嫂子和留婆子 监督着采药 这才刚偷懒两天 赵婶子又来了 好好的个体户 硬生生被逼成了上班族 没等夜兰洲回答 赵婶子就凑近他耳边 压低声音说 兰洲 你昨天说那个南瓜 是叫南瓜吧 能不能带婶子去瞧瞧 夜兰洲愣了一下 还真是够积极的 婶子 这南瓜还没熟呢 现在采回来 也就够炒一盘呢 不如等过阵子 成熟了再去采 好歹能留下种 咱自己种 你说是吧 赵婶子不吭声 定定地瞅着夜兰洲 对 这是不死心啊 可南瓜掌的空间里 他没提前弄出来 怎么带她去瞧 夜兰洲不想得罪她 正琢磨着说辞 扶嫂子风风火火地过来了 哎呀 兰洲妹子 真是不好意思 一早起来 你大福哥就腰疼 我这一直忙到现在 走走走 咱赶紧采药去 手脚紧着点 还能采一个时辰 夜兰洲松了一口气 笑道 大福哥咋了 要不我去瞧瞧 嗨 早起搬木材 把腰闪着了 夜兰洲递给赵婶子 一个歉意的眼神 赵婶子摆摆手 快去吧 扶嫂子在 她下意识 不愿意说出南瓜的事 夜兰洲拿上药箱 跟着扶嫂子过去 给夜大福扎了几针 开了些活血化瑜 疏通经络的草药 让她熬水熏洗 下午 夜兰洲进了一趟空间 南瓜织繁叶茂 长势喜人 她仔仔细细翻看一遍 发现有两个皮已经发印 但还没变黄 她找了一片远处 从没去过的山坡 将那株南瓜连根挖起 埋进土里 忽然 有野鸡扑扔着翅膀飞过 夜兰洲心念一动 把妞妞放了出来 第零四零章 厉害了 我的妞妞 第零四零章厉害了 我的妞妞妞妞 是薰技犬的后代 血统纯正 接受过最正规 最严格的训练 各方面的素质 都是一流的 夜兰洲发出号令 妞妞如意到灰黑色的闪电 搜得一下飞驰而出 不一会儿 吊着一只 还在扑腾挣扎的野鸡回来 夜兰洲摸摸她的脑袋 竖着大拇指夸赞 干得漂亮 妞妞放下野鸡 在地面上闻闻嗅嗅 忽然朝着西南方走去 走几步就回头看看 事宜夜兰洲跟上 夜兰洲立即意识到 妞妞发现了什么 她背着背搂根过去 一直走到一个洞穴前才停下 那洞口不大 黑有有的 看不清里头的情形 但能闻见一股子冲鼻的扫尾 妞妞两只前找疯狂八弟 将洞口扩大 夜兰洲马上加入 用小铲子帮忙挖洞 妞妞钻进去 不一会儿 叼着一只小崽子出来了 小崽子灰黄色 有点像狗 但嘴巴要更尖一些 个头也小得多 狐猎 夜兰洲惊呼 妞妞 你太厉害了吧 妞妞是战步送过来给她解闷的 她一向当宠物养 没想到她 居然还有打猎的本事 妞妞晃晃脑袋 舔舔夜兰洲的手 粗壮的尾巴摇了两下 又钻了进去 很快 五只小狐狸崽子被一网打尽 夜兰洲把小狐狸放在背楼里 妞妞搜的一下跑进草丛里 伏地身子埋伏起来 夜兰洲立即意识到 妞妞是要守住待兔 把大狐狸也抓住 狐狸生性激紧 夜兰洲怕影响到妞妞 索性进入空间等候 小睡一觉 吃了点东西 夜兰洲走出空间一看 好家伙 洞穴前两只大狐狸躺得整整齐齐 妞妞正趴在洞口睡大觉 夜兰洲把妞妞和狐狸全部带进空间 找出家里剩的牛奶 给小狐狸吃 并且叮嘱妞妞 不许咬小狐狸 小崽崽扭着胖胖的身子 过来舔夜兰洲的脚 她的个头又大了一圈 夜兰洲寻思着 明儿个得去一趟镇上 为发家致富添砖加瓦 回到家 夜兰洲第一时间去找福嫂子 跟她说想去买些东西 福嫂子有些犹豫 可你大福哥的药 屋里的夜大福听见 大声说 我不碍事 好多了 明儿能赶车 不耽误事 顿了顿 又夸道 兰洲 你的艺术可真好 比你爹都好 夜兰洲笑道 大福哥可真是太抬举我了 不不不 我说的是实话 夜大福十分认真 往常她也闪到腰过 找夜兰洲 她爹治疗 也就是给一张膏药 贴上什么效果都没有 真没想到 夜兰洲以前不险山不漏水 跟透明人似的 竟这么有本事 天刚萌萌亮 夜大福就赶着牛车 带着夜兰洲和福嫂子去镇上 仙道药铺过撑 掌柜的摇着头直叹气 姑娘 你还能多送些药材过来吗 怎么 夜兰洲惊奇地问 南边起了瘟疫 听说特别厉害 快要蔓延到咱们这儿来了 最近许多药材都脱销了 福嫂子吓得一哆嗦 文艺 我的老天爷 可千万别转到咱们这儿才好